第五千三百九十八章 谢叔叔 听到这话 沐云一时之间无言以对 青年来到沐云身前一张位置 被不动冥王剑逼迫坐在地上 直到这时 青年看住沐云手中的鹿肉 肚子咕噜噜叫着 口水游出 给 沐云随手甩过自己啃了一半的鹿肉 青年也不在意 大口大口吞吃起来 补充力气 倒不是饿得快死 而是实在没有力气了 一只鹿腿下肚 妖美青年又是看向沐云烤制住的另一块鹿肉 给你 沐云直接屈指一弹 妖美青年接过肉块 再次啃吃起来 一块又一块鹿肉下肚 妖美青年吃了足足一个时辰 方才打了的宝格 一脸满足 看向沐云 妖美青年拱手道 多谢这位兄台了 真的是差点饿死了 一点力气都没了 说着 青年这时手指打了的响指 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消失 取而代之 是一件长衫 得体的覆盖在齐略显销瘦的身姿上 而此刻 齐又是一个响指 取出一个玉瓶 倾倒出滴滴液体在身上 身上的泥垢魂物 竟接留在地上 几个呼吸间 妖美青年完全变了 俊美绝伦 脸如雕刻般五官分明 有棱有角的脸俊美异常 外表看起来好像放 荡不拘 但眼里不经意流露出的眼神 有着万种风情 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被浴冠高高挽起 一双剑眉下却是一对细长的桃花眼 充满了多情 让人一不小心就会沦陷进去 高挺的鼻子 厚薄势中的红唇 这时却仰着令人目眩的笑容 再配上淡青色 相绣住一缕缕云边纹印的长衫 竖着一条青丝带 这探嘛 沐云真想说 微微一印 已是尊敬 这家伙 除了猴杰 除了胸前一片平坦之外 从任何一点看起来 都比一个女人看起来更像女人 吃饱了 有了力气 青年来到沐云身前 直接坐在石头上 拱手道 多谢兄台 敢问兄台尊姓大名 沐云 沐云 青年愣了愣道 此次四界青黄山脉之行 各大地狱的天骄 在下皆有耳闻 沐兄之名 当真未曾听过 四界 青黄山脉之行 沐云压制住内心的问询冲动 随意道 你是谁 谢叔叔 谢我干什么 我是问 你是谁 而且 咱俩看起来 你也不应该叫我叔叔吧 听到这话 妖美青年苦涩道 我说 我叫谢叔叔 谢谢的谢 看书的书 这名字 好不要脸 沐云心中吐槽 当年在苍兰内 九幽齐鹏一族的一个墨叔叔 名字也是如此不要脸 想到墨叔叔 不知道这家伙 现在如何 当年苍兰内 他见过墨叔叔几次 后来离开苍兰 九幽一族也不知道如何了 不过 九幽神族 乃是古老的干坤大世界十大神族之一 墨叔叔天赋极佳 只怕现在也像明月星回归五陵神族一样 回归九幽神族了吧 谢叔 爱 叔叔 爱 你闭嘴 沐云突然说 谢公子 嗯 谢叔叔一脸无奈 他也不想占人便宜 可是名字是父母赐予 他也很无奈 你来自哪里 谢叔急忙说 金龙界 北龙玉 谢家 金龙界 北龙玉 这里是 神龙界 墨云脱口而出道 所以 你所说的青黄山脉 是在神龙界 啊 谢叔叔一愣道 金龙界 是十法古界一界之地啊 神龙界 神龙界是在中天世界啊 听到这话 墨云呆呆地坐在原地 一时间无言以对 上次和叶孤城聊过 他对新世界地域 有一个大致的认知 新世界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这东西两大部分 以中间的中天世界为隔绝 东部世界和西部世界 大约占据新世界四分之三地域 中天世界 以及各大古老世界之间的一些小界域 大概占据四分之一地域 西部世界 原本是苍蓝古界一家独大 后来李苍蓝坐下九大神帝出现 于是乎苍蓝古界分为十大古老世界 而东部世界 则是大多由八大神帝占据 一部分区域 如继紫园的紫园界 九尾天狐一族的九尾界等 是这些界域势力占据着 像天法古界 就位于西方世界的西南方 而十法古界 位于西方世界的东北方 两者是对角线位置 遥相呼应 九尾界在哪里 从天法古界 朝东去就是清宵古界 然后朝北去就是九尾界了 这两千五百年 几人是直接 从西部世界的西南 跑到了东北 曹 木云忍不住骂了一句 赤仙蒿和葫芦老人 两个不靠谱的老东西 原本只是需要跳出一小步 但这下子直接跳了十大步 十法古界 十法古界的神帝是 十法神帝神玄灵 这位神帝 迄今为止 也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谢叔叔看住木云 眼神充满好奇 其小心翼翼地凑近木云 桃花眼盯着木云脸蛋 好奇到 木云兄台 没事吧 木云骤然反应过来 看到眼前这张 美轮美奂的脸蛋 一时间有一种冲动 亲他一口 但想到这个他 木云还是硬生生忍住了 没事 呼了口气 木云继而道 谢公子 实不相瞒 我先前在此地 遇到一只血毛大熊 交战一场 脑袋受了些伤 只记得自己名字 不记得自己在哪里 可以跟我说说情况吗 失忆了 谢叔当即说 你想知道什么 尽管问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木云想了想到 现在 我们是在哪里 青黄山脉 谢叔叔随即到 青黄山脉 位于四大界交汇处 苍玄界 天罗界 武林界 金龙界 这四大界 四大界内 各大顶尖势力 联合举行了一场试炼 召集了四大界内 各域之中的 道温道服务者们 在这青黄山脉内历练 这青黄山脉 可是四大界之地 最最广袤 且浩瀚的一大山 谢叔叔又是道 我谢家所在的北龙域 位于金龙界东北方向 是金龙界七大域之一 木云随即道 你所说的苍玄界 天罗界 武林界 金龙界 在十法古界之地 算什么层次 听到此问 谢叔叔挠了挠头道 算什么层次 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这四大界内的 各大顶尖势力之中的 顶尖人物 都是道新黄境等级的 黄者 黄者 如此说来 这四大界 是比苍云境 要高出两个等级的 谢叔叔认真的说 像我们谢家 龙家 位于北龙域 我们两大家族内 最强级别 也就是道王人物 金龙界七大域 都是归万佛门 和万妖谷统治的 他们两方占据 两大域之地 其他五大域内 有各个势力 都得臣服万佛门 和万妖谷 木云点点头 五大域内的各个势力 最强等级 就是道王人物 而万佛门和万妖谷 最强等级 则是道新黄境的黄者 如苍玄界 天罗界 武林界 也跟金龙界差不多 木云心中有所明了 你也是道问七星镜人物了 可知道 这十法古界内 十法神帝是否出现 提及十法神帝 谢叔叔一脸向往的表情 叹息道 不知道啊 不知道 我一个道问 怎么可能知道神帝消息 谢叔叔悬疾道 可能唯有黄金级势力 才会知道一二了 黄金级势力 这又是什么 谢叔叔耐心道 十法古界和其他古老世界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这十法古界在洪荒时期 势力是有严格排序的 占据一小玉部分之地的势力 被称为玄石级势力 最高级别到温一元镜到五星镜级别不等 而一小玉霸主 则是黑铁级势力 到温六合镜到十方镜级别为顶端 而占据一大玉之地 有道王坐镇 那就是青铜级势力 我们谢家 以及龙家 都是青铜级势力 青铜级势力之上 就是黄金级势力了 如我刚才说的万佛门 万妖谷 黄金级势力 在一小界之地内 都是霸主顶尖 谢叔叔认真的说 整个十法古界 小界大概有上千个 上千个 也就是说 至少好几千个黄金级势力 谢叔叔又是道 接下里 就是一中界的霸主 为钻石级势力 这等势力 占据一中界 下辖生灵万万亿 顶尖级别 就是到天地进人物了 在十法古界 这样的中界 大概有几百个 然后就是一大界 大界之主 就是超级势力 再后来 则是同管几个大界的势力 至高顶尖势力 谢叔叔叹息道 从玄石级势力 到至高顶尖势力 七大等级 层层森明 低等级势力 是需要向高等级势力进攻的 木云惊恶道 至高顶尖势力 有多少个 大概二十几个吧 坐镇最强等级 是无法进无天境 谢叔摇头说 不是 好像是大到神境巅峰等级 呃 这不对啊 木云够异 谢叔叔似乎看出木云不解 随即道 你不会以为这些是十法古界最顶尖层次了吧 那 当然不是了 谢叔叔笑道 十法古界最顶端的势力 就像是金字塔一般 是在十法元界内的 十法元界 这又是什么地方 谢叔叔看到木云一脸茫然的样子 不禁笑了起来 这一笑 让人心神摇曳 当真是忍不住想要抱住谢叔叔 狠狠地亲上一口 看到木云的表情 谢叔叔却是见怪不怪一般 咳了咳道 木云兄台 我是男人 我知道 木云随即道 十法元界又是什么地方 谢叔当即道 十法元界是十法古界核心 你可以理解为一座皇朝的帝都 所以 最强大的无法神境 无天神境级别人物 都在十法元界内 木云这话说出 谢叔叔却是摇了摇头 不是 是 也不是 谢叔叔叹了口气说 当年的十法世界 十法元界为核心大地枢纽 汇聚住整个十法神界内 最强大的无敌势力 那些势力领头的 至少得是无法神境基本 其中执扭而者 自然是神玄天府 神玄天府 十法神帝 神玄灵所创造的势力 可是当年 恶元灾难发生 整个十法神界内 各个等级的势力 都听从十法神帝号令参战 死的死 伤的伤 世界都打崩溃了 十法元界 身为十法世界的核心 当年一战 打得最是昏天暗地的地方 就是十法元界 恶元灾难结束 世界崩塌 现在新世界聚集 十法世界成了十法古界 而十法元界 封闭了 封闭了 画到此处 谢叔叔捡起一旁的枝鸭 在地上画出一片不规则的区域 大体看起来四四方方的样子 而在四方区域内 谢叔叔画出一个圆 这个圆几乎占了整个四方区域一半面积 紧接住 谢叔叔在圆圈四周 画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 这时谢叔叔在居中圆圈位置 写下四个大字 十法元界 这里就是十法元界了 十法古界的核心 这么大 木云表情一正 本来就是啊 我刚才说的那些至高顶尖势力 超级势力 钻石级势力等等 占据十法古界加起来也就一半地域 十法元界 是十法古界的核心 占据一半地域 这种事情对于生活在十法古界内的武者来说 再正常不过了 然后 谢叔叔指了指圆圈东南西北四个区域 东法百界 西法百界 南法百界 北法百界 谢叔叔笑道 这是大家目前公认的四大区域 这四大区域环绕在十法元界四周 也就是说 整个十法古界包括五大区域 其中十法元界最大占一半 其他四大百界占一半 每一大百界区域 占据相当于整个天法古界八分之一地域 谢叔叔耐心道 不过虽说称呼百界 可四大百界 并不是说就只有用上百个界域的 像苍玄界 天罗界 武林界 金龙界这四小界 就处于北法百界最北区域 好家伙 这次还真是从天法古界最南 跑到了十法古界最北 横越南北 十法古界 真大 能够成为一方世界 当然很大很大了 谢叔叔嘿嘿笑道 不过最大的还得是十法元界啊 只是这么多年了 四大百界内的不少大道神境巅峰人物 都试图打开十法元界 进入十法元界 一探究竟 可结果都是失败了 甚至 很多大道神境巅峰人物 进入十法元界内 一去不复返 死在那里面 谢叔叔一脸向往 又是一脸畏惧 十法元界可是当年十法世界核心 是整个世界之最 甚至可以说 在整个古老的干坤大世界之地 也是属于最让人神往的区域 谁不想去一探究竟 封境 连大道神境巅峰也闯不过吗 是啊 谢叔叔感叹道 戒元壁 将整个十法元界和十法古界剥离了一般 天上地下任何地方都进不去 十法元界内到底还有没有活人 都不知道 而且据说 谢叔叔一脸神秘道 据说神玄天府 就在十法元界内 新年追随十法神帝的那些顶尖人物 顶尖势力们都在十法元界内沉睡 等有一天 十法神帝苏醒 那戒元壁就会破开 到时候 十法神帝就会带领着神玄天府的无数强者 出现在世人面前 重新掌控这属于他的世界 对于强者的传说 大家都会很好奇 更何况是关乎一位神帝大人的传说 玄疾 谢叔叔笑道 这些事情 我都是听说的 具体真假 不得而知的 你大概能了解十法古界的情况就好 说着 谢叔叔嘿嘿笑道 沐云兄台 你不是十法古界的人吧 脑袋受伤 失忆 是骗我的对吧 沐云点点头 谢叔叔随即道 哈哈 我就知道 那你来自哪里 沐云看向南方 南南道 天法古界 哈 谢叔叔呆子呆了呆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你也是道问 是无法穿梭各个世界的世界之壁的 至少得到新皇境级别的大人物才能做到 沐云不禁笑道 这个 说来话长了 天法古界 各境 各域 各界 也是广袤无垠 不过 天法阁大统领叶孤臣已经复苏 天法阁也是处于重新掌控天法古界的进程 可是 石法古界 却并非如此 封禁的石法元界 是神玄灵做的吗 他为何要封禁石法元界 按照沐云对神帝们的了解 其他诸多神帝 大多都有消息 灵天元确定生死 可其他神帝没确定 那大概率就是还活着 神玄灵好歹是神帝 连祭子元都敢返回子元界 回到自己老窝了 神玄灵没必要怕什么 也没必要封禁石法元界吧 思来想去 沐云也没什么想法 索性不再去想 毕竟 他与神帝的距离太远了 你跟我说说 你们金龙界的状况 沐云出入石法古界 眼下想走 看来是不太可能了 不过 若是能够到达道新黄境 他便可以平积自身的肉身 横渡虚空 穿梭各个古老世界的世界之壁 天大地大 哪都去的 既来之 则安之 沐云想在这石法古界内呆呆 看看现在的石法古界是什么情况 虽说这次未能到达九尾界 也没能见到九儿 不能和九儿深入探讨人体奥秘 可结果也不算坏 好歹没有跑到福天古界 福土古界 背陀古界 修罗古界这四大古老世界 否则 那他就相当于一头栽进狼窝里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了 四大神帝对他杀心依旧 但天法神帝于明昭 石法神帝神玄灵 眼下倒是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立场 当然 也可能这两位神帝还没复苏 不管怎样 在石法古界内 暂且看起来 还算是安全的 2500年了 不知道 星雅是不是到达道王级别了 在苍云境内 地方小 王星雅若想提升 也没那么容易 而听到沐云的问话 谢叔叔当即道 可以可以 金龙界七大狱 最西边 南北对立两大狱 为万佛狱和万妖狱 这两大狱 就是万佛门和万妖狱坐落的地方了 一直以来 万佛门的佛陀 想要度化万妖狱的大妖们 而万妖狱的大妖 想要将那帮秃驴都给宰吃了 所以 万佛门和万妖狱 是对立的两大黄金级势力 黄金级势力 道心黄境坐镇 谢叔叔又是道 金龙界中间地狱 则是从南到北有三大狱 下谷狱 中龙狱 上谷狱 然后金龙界东变 南北对立两大狱 就是北龙狱和南龙狱了 我们谢家 就是北龙狱一大青铜级势力 与龙家分庭抗礼 攻掌北龙狱 当然 北龙狱是大狱 下面细分下来 还有十几个小狱 黑铁级势力十几个 玄石级势力也有几十个 沐云一一记载心间 谢叔叔认真说 实法世界 从古至今 势力等级森民的可怕 玄石级 黑铁级 青铜级 黄金级 从下到上 是必须要进贡 必须要恭恭敬敬的 若干反叛 不从 那必将会遭遇灭顶之灾 我听说洪荒时期 神玄天府 就是实法世界最大最大的霸主 一层一层的势力递进 进贡的世间起宝 都是汇聚到了神玄天府内 因此 古老的洪荒世界 实法世界内 那些至高顶尖势力 无疑不是想着 让自家自宗门内的天之骄子 能够败入到神玄天府内 沐云点点头 如此说来 实法古界 神玄天府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除非打开那所谓的界缘壁 进入实法缘界内 才能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不过 就连大道神境巅峰级别人物 都与命其中 沐云觉得 现在的自己 是没可能进入实法缘界的 我救了你一命 你为我解答这些疑惑 大家现在分道扬镳吧 沐云说着 拱了拱手 起身便欲离去 沐云胸台 谢叔叔却是急忙站起身来 拉住沐云 沐云回身看了谢叔叔一眼 谢叔叔急忙松手 一脸歉意的表情 只是这模样看起来 三分娇羞 三分畏惧 又有几分不好意思 一时间让沐云心神一颤 曹了 是心动的感觉 沐云可以发誓 他的取向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这谢叔叔 有问题 第5401章 他是男人 沐云胸台 谢叔叔急忙摆手道 那个 这里很危险的 你孤身一人 很容易出事的 你倒是为我担心起来了 沐云眉头一挑 我看你是担心 自己的安危吧 被沐云一句话 戳破自己的小心思 谢叔叔当即翘脸一红 面露几分腼腆 看到这一幕 沐云忍不住 心跳加快 他是男人 沐云不断心底告诫自己 你若是要跟住我也行 不要那么扭腻 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架势 此话一出 谢叔叔脸色一喜 玄机神色有些暗淡 无奈到 非我知错 其实 我也不想如此的 可是 我天生媚骨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见到我之后 都会产生一种 恨不得将我融入体内的念头 沐云木光呆的呆 哈 天生媚骨 你确定 哎 谢叔叔叹了口气道 自小到大 家族内的子弟 男子也好 女子也罢 见了我都是如此 一个个垂涎我的美色 这话说出 沐云木瞪口呆 这家伙 这么说来 你岂不是勾勾手 就能让不知道多少女人 都为你魂牵梦绕啊 谢叔叔脸色难看到 话虽如此 可很多男人也忍不住啊 沐兄弟 你是第一个见到我 居然眼里只有几分邪念 可很快又清楚杂念的 想来你是有极为真爱之人 否则 嗯 我有九位夫人 要什么样就有什么样的 但就算如此 见到你那一副 羞惧可怜的样子 我差点也倒心不稳了 只能说 这谢叔叔 真的很诡异 天生媚骨 这要是个女人 只怕 不知道多少人 得为之疯狂吧 话说回来 从小到大 你这没被一些 黄金级势力内的强者 给掳走 这话说出 谢叔叔急忙道 一来 我是可以遮掩自己 魅骨之气的 二来 比我实力强大很多的人 是能够秉持住 自己的道心 虽会被我诱导 但是还能维持理智 沐云缓缓点头 说到底 这家伙 被动魅惑 哎 等等 沐云看向谢叔叔 认真说 你是说 你遮掩自己 魅骨之气 是啊 谢叔一脸 理所当然道 我若是主动释放 怕是你也扛不住 呵呵 不可能 沐云随即道 来 释放试试看 啊 谢叔一脸惊恐道 这不好吧 没事 我试试自己的道 心多稳 虽说刚才沐云 也是心神摇曳 可以想到自己九位夫人 花枝招展地在自己面前 沐云倒是很快就能冷静下来 毕竟 九位夫人 要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 天下女子 各色各样 大体上九位夫人 都有其中的特性 再说了 论魅惑 谢叔叔定是比不了九儿 身为九尾天狐 九儿的媚态 那才真的是要人命 但即便如此 沐云也能坚持 从九儿床上爬起来 当然 沐云绝对不会承认 是因为被炸强了 才爬起来的 那你 可要控制好啊 谢叔叔一脸担心 没问题 来试试 沐云信心满满 这一刻 谢叔叔身上 一股无形的气息 逐渐散移开来 旋即 沐云感觉到 自己的心跳加快 脸色微微发红 但谢叔叔体内那股气息 散移在四周 却是让沐云一时间觉得 天底下 庞扶一切东西 和谢叔叔相比 都是不值一提 为了眼前的人 他可以放弃一切 这种感觉 越来越强烈 沐云逐渐双眼赤红 呼吸急促 谢叔叔试探到 沐云兄台 你 你没事吧 可在沐云眼中 谢叔叔宛若是 急久女郁一身的 一位绝世佳人 从他身上看到了 九位夫人的身影 太美了 沐云恨不得 和眼前的身影 共赴天堂 停停停 陡然 沐云大口喘着气 连忙摆手道 我认输 服了服了 谢叔叔急忙收敛气息 可即便如此 其美眼神态 看起来依旧是那么动人 沐云一屁股跌坐在地 不禁说 你这是什么能难 这也太见鬼了 谢叔叔无奈道 我也不想 这特殊能力 自小到大 带给我极大的麻烦 好在我现在 能控制一些 不过被动释放的魅惑 也让很多人 对我心存机遇 若是女子 长得漂亮 也就罢了 可若是男人 谢叔叔满脸惊恐 沐云随即道 你先前逃命 那般狼狈 体内一丝力量都不剩了 是 被男人盯上了 谢叔叔惭愧地点点头 还真是 沐云恶然 那家伙是武林界武祖子弟 武林界 毗邻金龙界 位于金龙界北方 先前谢叔叔为沐云介绍了 武祖 恩 武林界两大黄金级势力之一 沐云不禁同情地看了看谢叔叔 这家伙 还真是有些可怜 是男的 恩 沐云不禁拍了拍谢叔肩膀 谢叔叔确实笑道 沐云兄台也不必这么可怜我 虽说这魅骨之气带给我极大的麻烦 可也是带给我不少好处的 好处 谢叔叔搔了搔头道 这些年来 让我收获了不少红粉佳人的芳心 沐云点头道 这也不错了 不过 也是有麻烦的 谢叔叔转眼又是苦闷道 我的那些知己 不能和平相处 他们不忍杀我 却是彼此间要为了我互相残杀 沐云很想说 我觉得你在炫耀 不过仔细想了想 自己九位夫人在任何一大世界 绝对都是一等一的 貌似谢叔叔的炫耀 对她并不能起作用 想让我羡慕 不可能的 我九位夫人 各个角色 我已经很满足了 好吧 实际上还是有些不满足 不过 没办法 只怕那九位 是不可能允许她再给他们添姊妹了 沐云看住谢叔叔 随即道 话说回来 你不能遮掩自己的容貌 减少一些麻烦吗 第五千四百零二章看得出来 听到这话 谢叔叔却是摇了摇头 不行 谢叔无奈道 就算我画成最丑的样子 可骨子里的气息是遮不住的 这叫什么来住 天生励志难自弃 侠不掩瑜啊 这一刻 看住谢叔叔 沐云眼中没有杂念 倒是想一拳锤到其脑门上 嗨嗨 谢叔可了可道 至此落难之际 能够遇到沐兄台这么仗义的人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至少从你眼里 我看到的更多的是清澈的目光 沐云摆摆手道 我已经有夫人 有孩子了 我很爱我的夫人们 谢叔叔认真说 看得出来 你看出来个鬼 你这家伙 若是全力发难 我可能真的撑不住 沐云心中吐槽 不再纠结于这一点 沐云直接出发 谢叔叔也是跟随在气身后 对了 你说的这青黄山脉 又是什么地方 听到此问 谢叔叔笑道 青黄山脉绵延百万里 四四方方的 存在于苍悬界 天罗界 武林界 金龙界 这四个小界交汇出 此地有山有水 有湖泊有沙漠 还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天才地堡 新世界重新汇聚以来 青黄山脉 可谓是各大势力 武者进出最频繁的地方 沐云好奇道 那你说的试炼呢 青黄山脉这么大 就算四个小界内的顶尖势力 也没办法做到 将这百万里区域 尽数围起来吧 如果没办法围起来 那所谓的试炼 是怎么试炼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正经的试炼 就是四小界的顶尖势力 将门下弟子们送到这里面 让他们在这里进行一场比斗而已 四小界彼此相邻 各自有各自矛盾 你看啊 单单是黄金级势力 就有八的了 然后每一界内 分各个域 每个域内 又有青铜级势力 黑铁级势力 以及玄石级势力若干个 这些势力内的盗问们聚集在一起 平日里大家在外面有矛盾 不好撕破脸杀起来 可在这里面 那就没限制 随便杀 对于顶尖天骄来说 当然是彼此厮杀 增强自身实力 对于弱者来说 活下来就行 话到此处 谢叔叔叹了口气道 原本我这道问七星镜 在此地自保没问题 可我这该死的魅惑 从谢叔叔语气之中 沐云没听出哀叹 倒是听出了麦弄 这家伙的魅骨之气 虽然带给他不少的麻烦 可只怕也带给他不少的好处 啊 沐兄 谢叔叔急忙道 我并非是炫耀 实在是这魅惑之态 确实给了我不少好处 可 麻烦也很多啊 提及好处二字 谢叔叔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眼中满是神采 哦对了 谢叔想到什么一般 当即道 据我听说 这青黄山脉 在洪荒时期 似乎是一座古战场 古战场 沐云先前倒是在苍蓝世界内 接触过古战场 那时父亲沐清宇 以及帝鸣等人 都曾在苍蓝内的古战场之中游历 寻找什么 是洪荒时期 恶元灾难的战场 对 谢叔肯定说 因此 青黄山脉内 哪怕是被四界舞者 里三层外三层的翻个遍 也时常会出现 极为不可思议的古地 毕竟 那些曾经的道心黄静 道天地近大人物们 生死 有着各种各样 我们所无法猜测到的手段 将它们毕生积累保存下来 当然 有些大人物 是舍不得自己一身绝学 就此消散于天地之间 想要留给有缘者得知 可有的没什么遗憾 人死了 身上的一切秘密 也就成归成土归土了 沐云点了点头 接下来几日时间 两人一到在这青黄山脉内前进 原本沐云是想让谢叔叔 带他离开青黄山脉 看看所谓的四界 现今到底是什么层次 只是谢叔叔死也不愿意 依照谢叔叔的意思 这次试炼是四界八大势力 一同举办 为期百年 现在已经过去五十年 八大势力派遣了许多盗王 在青黄山脉四周坐镇 谁敢提前离去 那就格杀勿论 说到底 这所谓的试炼 就是随便圈一块区域 让四界内各方盗问进入其中 弱的盗问 自然是强的盗问天才的猎物 让你不跑 你就不能跑 也就是八大势力 为了磨练他们各自的天骄 那些天骄是狼 而其他各大域内的青铜级势力 黑铁级势力 玄石级势力的盗问 只是羊 狼跟狼互相厮杀之际 这些羊羔子 也是时不时成为狼仔子的口量 对此 沐云倒是没什么奇怪的 各大黄金级势力 要稳定自己的霸主地位 那就得好好培养下一代 一连三个月时间 沐云与谢叔叔结伴 走走停停 倒是一个人没碰到 反而是遇到不少荒兽 沐云将拦路荒兽一一阵杀 展现出的实力 也是让谢叔叔大为惊讶 倒问七星镜的沐云 沐云与他一样 可真正的战力 却是完全吊打他没问题 毫无疑问 沐云也是一位天才啊 这一天 两人尾身于一座山剑下 萤火升起 肉香飘荡开来 谢叔一袭丹青色长衫 妖术宝带 身材心长 其面若刀削 气如芳华 那一双眉眼 让人看上几眼 便忍不住身陷其中 此刻 谢叔叔烤着肉 闻着肉香味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一旁 沐云则是退去上衣 露出一身云衬 且流线极为平坎的肌肉 在其左臂位置 一道恐怖的伤痕 骨头都是碎裂几根 先前两人很不凑巧 碰到了一只 道府天君级别的荒兽 与那荒兽的交战 沐云被一巴掌拍中左肩 肩胛骨多碎了 经过这几日休养 倒是恢复几分 谢叔叔这时递过来烤肉 嘿嘿笑道 吃一块补充补充 沐云接过烤肉 啃吃起来 一些荒兽的肉质 蕴含着极为精纯的力量 有时候不亚于道单 不仅能满足舞者口味 还能提升舞者自身实力 沐兄当真是天骄人物 谢叔叔自己撕下一块烤肉 嘿嘿笑道 我看四界八大势力内的 那些顶尖天骄 也比沐兄差得远了 第五千四百零三章 我当然没有 你所说的四小界内 那些被八大势力 重点栽培的天才 大都是什么境界层次了 沐云直接问道 道问后七 七星镜 八卦镜 九弓镜 十方镜都有 其中有几个狠角色 已经是凝聚了道府 正是踏入道府天军镜了 道府天军 沐云觉得 自己距离这一步 也不远了 此番既然到达十法古界内 那就在这里争取跨过道府天军 成就道新黄镜 再行离开 这一点 沐云不只是抱着 寄来之则安之的想法 更是因为 仔细想想看 现如今新世界内 他在天法古界内 天法神帝云明昭 并未出现过 自己倒是安全 而今在这十法古界 十法神帝神玄灵 也并未出现过 在整个东部世界内 这两大古界 算是比较安全了 更别说 现在知道十法古界内 十法元界作为核心 已经被封锁 而且结合先前在天法古界内 灵族的人敢进入天法古界 那必将会受到天法古界内的 天法阁武者驱逐 因为神帝就是一方古老世界的主人 不得主人的应招 胆敢擅自闯入 那就是大问题了 所以综合来看 在这十法古界内 它还算是相对安全的 我的伤势估计还得各把月时间 才能恢复如初 这段时间 你也小心点 谢叔文言 点了点头 二人啃食住烤肉 很快便是准备再度出发 而就在这时 四周突然有着倒倒破空声响起 紧接住 五道身影出现 其中四人 立于山剑两侧 堵住沐云和谢叔叔前进后退的路 另一人 身影如风 几乎瞬间 出现在谢叔叔身前 一柄细剑 直接架在谢叔叔脖子上 叔叔 一声鹤问 响彻开来 沐云看到这一幕 手掌一握 不动冥王剑出现在掌心 剑身光芒璀璨 沐兄 别 谢叔叔立刻喊下 沐云眉头一条 其目光看向那手持细剑 剑刃搭在谢叔叔脖子上的身影 不由眉头一条 那是一位女子 女子看起来身姿高挑 一袭素绿色长裙 腰记一条细丝带 将其高挑的身段 完美地分成 上下两部分 上部分胸膛怂起 锁骨极为好看 那一张脸蛋 带着三分称怒 三分娇羞 四分思念 其下部分 双腿笔直 在薄纱裙衣间若隐若现 上上等姿色 腹白貌美 身材高挑 看到那女子的面容 以及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谢叔叔 沐云已经明白 谢叔叔 你还跑 女子声音带着愤怒 轩美 谢叔叔看着眼前之人 不由苦笑道 我跑并不是躲着你 而是被五族的武灵洞盯上了 她 女子惊讶道 她为何盯上你 这 谢叔看了看四周 一脸为难的表情 那女子立刻说 你们四人看着这家伙 你 跟我来 说着 谢叔叔被女子带走 另外四人 则是虎视眈眈 隔着十丈距离 冷冷地盯着沐云 沐云扬了羊手中的肉 道 累了吧 吃点吧 少说话 那其中一位青年亨道 你跟谢叔叔在一起 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人 呃 沐云不禁好奇道 你们是什么人 刚才那 女子是 北龙玉龙家 刚才那位是我们龙 家的小姐龙轩美 沐云点点头随即道 行了 别端住架子了 待会咱们就是和和睦睦的 谁跟你和和睦睦的 另一位青年亨道 薛美小姐这次就是来杀谢叔叔的 我们龙家和谢家都在北龙玉 两家早就关系不和睦了 呵呵 是吗 行吧 随你们怎么样 四个道问七星镜而已 沐云也不理会几人 收起剑 自顾自的吃住烤肉 另一边 距离山间十几里外 一片凹进去的山石下 石顶滴滴答答 有着寒水落地 日久天长 在下方的巨石中 滴出一块三丈直径的小寒潭 此刻 龙轩美剑尖搭在谢叔肩头 冷冷道 现在没人了 你说吧 轩美 我好想你 谢叔脚步跨出 靠近龙轩美 别过来 靠近我 我杀了你 轩美 谢叔叔一脸苦闷 却是靠近一步 那龙轩美的剑 还是搭在谢叔叔脖子上 我确实是想与你一起 可是你哥哥龙轩正 对我充满恶意 觉得我欺骗你 难道不是吗 龙轩美冷哼一声 翘脸满是委屈 我当然没有 说话间 谢叔叔又是一步踏出 你在靠近一步 我绝对杀了你 龙轩美剑尖贴近谢叔 书脖子 轩美 你知道这世间 我最爱的就是你啊 谢叔叔却是不管不顾 直接靠近龙轩美 其双手轻轻揽过龙轩美 掀隙腰肢 放在其身后 温柔道 我最爱的就是你啊 叮当一声 常见坠地 石块下 寒潭中 两道身影很快打架到一起 建设起水花 半个时辰后 寒潭边 龙轩美身上薄薄的沙衣盖着 小鸟一人般躺在谢叔叔怀中 你这个负心汉 龙轩美翘脸红云犹在 瞠怒道 谁让你抛下我走的 说好了 一起在这青黄山脉内历练的 我 我真想 一张嘴迎了上来 龙轩美声音弱了下去 又是一番荡气回肠的交流后 龙轩美彻底没了脾气 再度开口道 以后不准你离开我半步 听到这话 谢叔叔叹了口气道 我也想整日里陪伴住你 你我一起 日生而入 日落而出 入入处处之间 岂不快哉 可惜 我是谢家人 你是龙家人 而且 谢叔叔画到此处 一脸无奈道 我这该死的魅力 有时候 实在是难以守身如玉 正如我爱你 我与你情投意合 你只会觉得对我难以忘怀 可我不爱其他女子 其他女子却依旧投怀送抱 听到这话 龙轩美呵斥道 那你不会一整言辞地拒绝了 轩美 谢叔叔苦涩道 我是拒绝啊 可是有些人要死要活的 一定要跟住我 我实在是没办法 即使我告诉他们 我心中已经有了最爱的人 听到这话 龙轩美眼眸死死地看住谢叔叔 愤愤不平道 那些女人都该死 谢叔叔又是道 碰到这样的 我倒是还能解决 可是有一些女子 实力比我强大 他们按捺不住对我的爱 对我用强 我 我也是受害者 龙轩美哼道 是吗 我怎么觉得 你挺享受 轩美 你怎能这般想我 谢叔叔一双桃花眼 满是委屈 震惊 起身道 我 你知道这次 若非是得到 沐云兄弟的救助 我只怕被武林洞抓了去 成了她的男人了 看到谢叔叔又是震惊 又是委屈的样子 龙轩美满脸都是心疼 爱慕 恨不得将眼前这个男人 牢牢地抱在怀中 仔细地呵护住 实际上 他也这么做了 将谢叔叔头 埋在自己胸口 龙轩美急忙道 对不起 叔叔 是我没保护好你 我决定了 不会让你再伤害你了 听到这话 书本眼中一抹微笑浮现 天生魅骨之气 确实是带给他 极大的麻烦 可也是带给他 极大的好处啊 三个时辰后 慕云已经连续吃了十几块烤肉 负责看住慕云的四位龙家舞者 盯着慕云 口水咽下去一波又一波 眼看四人忍不住慕云的好心赠语 即将坐下来和慕云一起享受美味之时 龙轩美终于带着谢叔叔回来了 看到龙轩美那双眸之中 尚未彻底消散的迷梦 以及谢叔叔一脸得意 却是捂住自己腰子的模样 身为老司机的慕云 不禁笑了起来 你们别那么紧张 龙轩美这时开口道 这位慕云公子 搭救了谢叔叔公子 是我们的朋友 傻 朋友 此刻 四名护卫 脸色一正 小姐 这个谢叔叔不是人面兽心 忘恩负义之辈吗 这慕云救了他 我们更应该连他一块杀了 一名护卫开口道 听到这话 慕云无言以对 这也太没眼力见了吧 你看不出来 你家小姐和这谢叔叔之间有关系吗 你是主子 还是我主子 龙轩美哼了一声 那护卫缩了缩脖子 立刻退下 龙轩美这时来到慕云身前 拱手道 多谢慕云公子 搭救谢郎 我龙轩美铭记在心 谢叔叔站在龙轩美身后 朝着慕云几眉弄眼 三人落座 龙轩美轻地挽住谢叔叔的臂膀 这个看起来妖异道 让人呼吸都能为之一颤动的男人 对男对女 都有绝对的吸引力 武灵界 武卒 武灵洞 我记得他了 龙轩美哼道 让我碰到他 我一定宰了他 居然敢对谢郎有非分之想 那武灵洞道问八卦境 是武卒难得的天才 美儿 你不要冲动 谢叔叔急忙道 这么多年来 我都已经习惯了 连妹妹都能忍不住 爬到自己的踏上 还有什么事情 是谢叔叔不能接受的 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龙轩美当即道 我这就通知我大哥 有大哥在 那武灵洞算什么 别以为武卒是黄金级势力 我们龙家谢家是青铜级势力 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再怎么说 谢家龙家位于北龙域 是在金龙界地狱内的 龟万佛门和万妖谷协制 龙轩美说着 取出一块清幽玉石 当即要开口 别别别 谢叔叔急忙按住玉石 认真道 美儿 此时就不劳烦大舅哥了 这一声大舅哥 喊得龙轩美翘脸不满红韵 称露道 我又没与你澄清 谁是你的大舅哥 你我之间 何必在意那些虚理 谢叔叔握住龙轩美的手 温柔道 两情若是酒肠时 又起在梵纹里结 感受着谢叔手掌的温度 看住谢叔叔 含情默默的样子 龙轩美一时之间不知怎滴 整个人身躯微微一颤 竟是情不能自意地 朝着谢叔叔靠近 看到这一幕 谢叔叔脸色一僵 我这该死的魅力 美儿 有人 谢叔叔一语落下 龙轩美迷蒙的双眼 恢复几分清明 一脸忧怨地 看住一旁的沐云 要不然 我先走 沐云开口 别别别 谢叔叔看住沐云 一脸哀求的模样 他真的被炸钱了 一滴都不剩了 再和龙轩美单独在一起 他会被炸成前尸的 龙轩美此刻 也感觉到自己的失态 理了礼衣精 安然做好 只是双腿却是死死病静 翘脸泛红 我大哥如今是道问九宫镜 有他在 再加上你我 对付武林洞肯定可以的 龙轩美缓了好一会 方才开口道 武族 咱们还是得罪不起的 好在失恋过去一半时间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好生避开就是了 龙轩美文言 无奈道 好 看到这一幕 谢叔叔松了口气 龙轩美的大哥龙轩正 那是纯纯的武痴 而且是个护媚狂魔 要是被他抓到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龙轩美大哥就不说了 还一个二哥龙轩武 那家伙 简直就是蛮不讲理的魂球 这要是被他两个哥哥抓到 他和龙轩美在一起 十只手臂腿也不够谢的 但就在这时 龙轩美握着的清幽玉石 突然光芒一闪 大哥 救命 一道声音响起 是二哥 龙轩美当即惊了 立刻传音道 二哥 你怎么了 可玉石光芒暗淡下去 再无声音响起 我二哥一定是遇到麻烦了 龙轩美手掌一握 玉石内部 光芒扩散 紧接住便是看到一座光点 二哥就在距离我们七百里外的地方 龙轩美立刻起身 拉着谢叔叔道 叔叔 快走 救我二哥 谢叔叔表情一正 面露难色 你 你不想 龙轩美眼中立刻有着泪花闪烁 看到龙轩美要哭 谢叔叔又是苦住脸道 好吧好吧 我跟你一起 画到此处 谢叔叔看向一边暮云 当即道 沐兄 沐兄 你也与我们一起吧 一个人在这青黄山脉内历练 是很危险的 话语落下 谢叔叔立刻传音道 沐兄救了我一命 看在我为沐兄做百科全书全书的份上 帮我一把吧 第五千四百零五章 你怎么可以这么帅 表面上一正言辞 贝德在这里求我 沐云看住谢叔叔望来的眼神 叹了口气 点点头 其实他在此地也无处可去 不如随着谢叔叔 龙轩美这些人 看看有什么 而且 谢叔叔是谢家子弟 龙轩美是龙家子弟 这两人都是有身份的 结交一下 也没什么不好 如果自己真的以这金龙界四小界为起点 说不定能够在十法古界 再打下一个根基来 现如今看来 自己第一个打下的根基 天法古界 苍云进云阁 云阁若是放在十法古界内 拥有道府天君级别 道王坐镇 好歹勉强算是一方青铜级势力了 倘若自己想在十法古界 打造一个新的根基 那至少得是黄金级势力 而自己也需要帮手的 看到沐云答应了下来 谢叔叔立刻信心满满 美儿 别担心 就算前方是刀山火海 我也一定陪你 这话一出 龙轩美身躯几乎软倒在谢叔叔怀中 谢郎 嗯 你怎么可以这么帅 因为我有沐云兄弟在啊 谢叔叔心中得意 龙轩美的二哥龙轩武 本身也是到问八卦镜了 连他都对付不了的人 谢叔叔觉得 自己这道问七星镜 以及龙轩美到问八卦镜 肯定也不是对手 但这些十日和沐云在一起 他是亲眼看到沐云的能耐 同样是道问七星镜 谢叔叔觉得 一个沐云 吊打十个 他是没问题的 一行几人 立刻出发 龙轩美路上不由担心到 希望二哥没事 这传讯时 相隔距离不远 还能接受消息 还好二哥现在离自己不算远 不然 不知道会怎样 而同时 距离龙轩美 沐云 谢叔叔几百里外 一片山峰山脚下 偌大的山谷内 四处皆是碎石 大地出现道道裂痕 此刻 山谷内 十几位舞者 横七竖八倒住 其中几人 已经完全没了气息 另外几人也是伤势惨重 或是趴在乱世间 或是躺在废墟之中 呸 一道身影 趴在一块青石上 一口吐出血墨子 其身躯魁梧 全身上下 肌肉隆起 穿住一件皮甲衣 双臂露出 只是现在 那魁梧的身躯 皮甲衣破碎 胸膛和手臂 到处都是鲜血 尤其是胸膛一道贯穿伤 庞扶是被手掌 直接穿透一般 此刻已经是凝聚成血架 龙宣武 你这道问八卦境实力 也不过如此吗 山谷另一侧 也有十几人站定 居中一位青年 一身青衫 模样俊俏 而青年两侧 站定着两位 同样逐尔不凡的青年男子 左侧一人身材高大 右侧一人身姿修长俊美 三人立定间 各有不凡气息 开口的正是右侧青年 其一只手抬起 李了李沾染尘埃的衣袖口 不禁笑道 我可没欺负你 静红和静康二人都没出手 你是八卦境 我也是八卦境 可没想到 你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 一位龙家子弟忍着剧痛 强撑住站起身来 骂道 无耻之徒 轩武哥先前受了伤 你若是想公平对决 怎不等轩武哥伤势恢复了再说 砰 那龙家子弟 画刚落下 右侧青年抬手一拳 直接轰出 一拳贯穿 开口弟子心脏 避其性命 龙疯 看到身边子弟惨死 龙轩武怒骂道 静俊 你不得好死 老子绝对要杀了你 借 名为静俊的青年赤笑道 杀我 你先看看今天能不能活下来 再说这等大话吧 静俊耻笑滑肩 一步步朝着龙轩武而去 其双手之间 道里萦绕 一股肃杀之气凝聚 龙轩武 龙家在北龙豫南 而我们静家在南龙豫北方 毗邻而居 这些年来 你龙家死在我静家手中的武者不少 我静家死在你龙家手中的族人也不少 这次四届进行的考核 能逮捕着机会杀了你 我想龙家也会为此而痛彻心扉吧 静俊耻笑一声 手掌直接拍下 你敢 就在这时 焦鹤声响起 一道身影 瞬间落地 直接一拳 轰击向静俊 静俊心有所感 身体后退 目光带着几分冷漠 二哥 一行欺人 身影落下 身姿柔美的龙轩美 急忙扶起二哥龙轩武 小妹 龙轩武看到妹妹到来 不由焦急到 你咋来了 我收到你的求救消息了 龙轩美看到二哥这番表情 脸色一沉道 你什么意思 瞧不起我 不是不是 你 你来干什么 龙轩武急忙道 快走快走 静家静俊 到问八卦静 撇开这个静俊不说 那静红 静康二人 都是到问九公静了 自家小妹虽说是八卦静 可也是最近刚进声罢了 根底浅薄 根本不是这三位天才的对手 龙轩武确实是求救 可是想着给自己大哥龙轩正求救 万万没想到 小妹居然来了 来都来了 龙轩美搀扶起龙轩武 看住二哥胸膛血动伤痕 愤愤道 静家的人真该死 龙家和静家接壤 彼此间自然是矛盾多了去了 二哥 你别担心 谢叔叔跟我一起来的 龙轩美笑了笑 谢叔叔 龙轩武这才看向小妹身后二人 你那娘炮 老子不是警告你了 再敢靠近我妹妹一步 我打断你第三条腿 龙轩武看到谢叔叔 当即破口大骂 谢叔叔颤颤一笑 不经意地朝着沐云靠了靠 龙轩美顿时怒目而是二哥 贺道 你怎么这样啊 谢叔叔带着她的朋友 来帮我搭救你 你还骂人家 老子死在这里 也不要这个娘炮救我 龙轩武哼道 小妹 这小子绝对对你心怀不轨 你要保护好自己 不能被他得骗了 一旁沐云看住这大块头的龙轩武 再看那娇柔纤细的龙轩美 这两人真的是亲兄妹吗 而且 这做二哥的 现在还嘱咐自家妹妹 你妹妹早就被人摘了头 你现在说这些有个锤子用 二哥 你再这样 我再也不理你了 龙轩美哼了一声 第五千四百零六章 我可不白救你 看到妹妹气呼呼的样子 龙轩武叹了口气道 你走吧 这三个家伙 你不是对手 龙轩美哼道 我才不走 你是我二哥 哪有妹妹看住哥哥陷入险地 自己跑的 你怎么就这么绝呢 龙轩武叹了口气 从小到大 你是被宠坏了 龙轩美这时懒得搭理 走到二哥身前 看向靖家三人 虽说我们龙家和你们靖家素来不合 可是像你们这般使用下三滥 以多欺少的法子 还真是够恶心的 靖君笑颜迎道 以多欺少 那可没有 我与你二哥可是单打独斗的 龙轩美哼道 既然如此 我来与你练练手 你输了 我带我二哥他们离开 我输了 命给你 此话一出 靖君眼中带着几分光芒 哈哈一笑道 好啊 靖红 靖康 你二人误要插手 我来试试这小娘皮的手段 另外两位年轻人 只是站在原地 点了点头 一言不发 龙轩美脚步跨出 靖君这时也是走出 谢叔叔看到这一幕 急忙拉着沐云 低声道 沐兄 如果情况不妙 你可一定要出手 我谢叔叔铭记在心 必定大恩大德报答 沐云没说什么 龙轩美这时已经是和靖君交手 二人结识到问八卦靖 身为谢家当代天才 靖家当代天才 两人境界一般 所修行的道诀都不差 交手之间 凶猛的道理碰撞 撕裂虚空 不断爆发 谢叔叔自然是担心 自己的拼头安危 看住二人交手 双手紧握 桃花眼满是哀忧 龙轩武这时 更是担心自己妹妹 坐在地上 靠着石头 双拳紧握 丝毫感觉不到 自己伤头的疼痛 轰隆隆 两人不断轰击 恐怖的道理 弥漫山谷四周 不过在场都是 道问神境等级人物 各自支撑起道理护照 庇护住自身 没什么问题 突然一刻 常中局势发生变化 龙轩美体内 道理滚滚而聚 化作一道游龙 百丈之长 猛然的爆发 破坏力提升数倍 咚 低沉咚响声传开 那靖郡吃了个亏 刚聚集道理 试图反击 但龙轩美却栖身而上 道理不断聚集 不断轰击而出 轰轰轰 一口气爆发出数十次攻击 每一次攻击 都是蕴含着强大的压迫力 不多时 靖郡体内道理便是被大乱 攻击也是微能大为减弱 龙轩美战上风 自然是趁你病要你命的拼尽一切 也要击败靖 轰轰轰 一次次轰击 靖郡皆是落于下风 突然一刻 轰隆 龙轩美一拳轰击而出 靖郡双臂格挡 可恐怖的道理 却是融合天地八卦之事 摧毁其防御 扑 靖郡一口鲜血喷出 身躯落地 轰得一声 砸出 一道深坑 龙轩美在这时落下 小妹 龙轩武看到这一幕 目瞪口呆 小妹才出入到 问八卦镜而已 怎么这么猛 美儿 厉害 谢叔叔激动不已 他也没想到 龙轩美居然这般厉害了 看来自己一番辛苦耕耘 没有白费 龙轩美翘脸泛白 看住百丈外靖家等人 开口道 我赢了 我们可以走了 说着 龙轩美搀扶起二哥龙轩武 随着其到来的四人 也是将其他几位龙家受伤舞者 纷纷搀扶起来 几人身影一盏 准备离去 轰 陡然间 山谷上空 一道百丈掌印 直接落下 龙轩美等人 纷纷身影倒退 其目光看向对面 冷力道 静纷 你什么意思 名为静纷的青年此刻收掌 平静道 是静郡答应 输了让你们走 我可没答应 在其身侧的静康 亦是笑道 我也没答应 听到这话 龙轩美美眸 迸发出怒火 愤怒道 你们两个混蛋 静纷淡淡道 杀了龙轩武 杀了你 想来你父亲 定然是会愤怒至极 这对龙家 可是绝大的打击 此言一出 龙轩武骂骂咧咧道 老子就知道 他们是不讲信用的狗东西 一堂木云一言不发 信用 眼下龙家几人 是落入下风 换作是他 他也不会讲信用 放了几人 该死 谢叔叔一步跨出 亨道 没想到你静家如此无耻 静纷看向谢叔叔 戏谑道 谢叔叔 此事与你无关 你最好不要插手 无关 谢叔叔冷漠道 美儿是我心爱之人 此事当然不可能与我无关 你找死 我们不介意成全你 静纷吃笑道 区区一个道问七星镜 还妄图逞英雄 龙轩美看到自己的谢郎 这般为自己出头 一时之间 心都要化了 一堂龙轩武哼了一声 看向谢叔叔 道 娘炮 带我妹妹离开 我来挡住 行了 你们谁也离开不了 静纷吃笑道 死在这里 就是你们的宿命 局势剑拔弩张 谢叔叔看向一旁沐云 他之所以有底气留在这里 正是因为沐云 先前和沐云在一起 他亲眼看到沐云 斩杀了一只又一只八卦镜 九宫镜的荒兽 虽然沐云只是七星镜 可八卦镜九宫镜肯定不是沐云对手 沐云 谢叔叔拱手诚恳道 劳驾沐云出手 杀了他们 我谢叔叔此生铭记在心 谢叔叔 你脑子有屎吧 龙轩武恶然 龙轩美也是呆了呆 谢郎这时 要请自己身边这个沐云出手 但这沐云 不够到问七星镜而已 沐云看向谢叔叔 却是道 你应该会言而有信吧 此言一出 谢叔叔义正言辞道 我谢叔叔一言九鼎 沐云愿意出手搭救 我谢叔日后就将沐云当兄弟 他日 沐云到我谢家做客 我必定扫他相迎 以最高宾客规格对待沐云 看了看谢叔叔 点头道 记住你说的话 我可不白救你 谢叔叔脸色一喜 郑重点头 这一刻 沐云脚步跨出 龙轩武 龙轩美看住眼前这个 道问七星镜的年轻人 表情有着几分迷惑 这家伙 能行 第五千四百零七章 剑神风 龙轩美拉住情郎手掌 不由道 谢郎 他行吗 莫要让他白白送死啊 人家先前救过你一命的 谢叔叔表情僵硬 磕了磕道 沐云实力强大 他没问题的 说着 谢叔叔站在龙轩美身前 警方静红 静康 静俊身边之人偷袭 龙轩美这时也是和谢叔叔站在一起 保护龙家几人 龙轩武此刻也是凑上前来 二哥 你推下 龙轩美猝没到 万一他们出手偷袭 我可庇护不住你 龙轩武哼了哼 老是推到几人身后 盘膝打坐 万一这个什么沐云输了 他恢复一些是一些 总归拼死也得让妹妹跑掉 你要为他们出头 静红看向沐云 不由笑道 没见过你啊 你是谁 沐云 听到这个名字 静红摇了摇头 既然你要送死 我便成全你 我来吧 一旁 静红笑了笑道 盗问七星镜 赶出手 想来也是不简单 说着 骑手掌一挥 一柄弯刀出现在骑掌中 弯刀光芒一闪 隐隐间有电弧营绕 刷 静红身躯腾空 一刀直接看向沐云 看到静红这位盗问九公镜杀来 沐云眼中有着几分平静 几分冷漠 这两千五百年来 他与张学兴 沈穆归几人 身处异度空间内飘荡 境界只提升了一重不假 可是 在对自身盗力的运用 盗掘的掌控 自身上下任何力量的运转 都是得到一个恐怖的提升 看到静红刀镜斩来 沐云毫不客气 手掌紧握不动冥王剑 骑身躯在这时 似乎和天地融为一体 盗力滚滚盘旋而出 令人心惊的杀气 滚滚而出 剑神风 一剑出 不动冥王剑光芒四射 风之极剑绝 共有四层意境 入门 小城 大城 圆满 而今沐云 已然踏入圆满层次 风之极剑绝 每一层的招式攻击 都是完全不同的 圆满层次 第一是 剑神风 剑如神 神四封 无尽剑气 好像无尽裂锋 撕碎空间 瞬间到达靖康刀井前 扑 刀井撕裂 剑气依旧笔直 冲杀出去 轰轰轰 低沉轰鸣声 不断爆发 靖康身躯瞬间倒退 这一剑恐怖如斯 靖康突然感觉 自己绝对不可能挡下 靖洪 助我 靖康不会逞强 毕竟自己的命 才是最重要的 随着靖康话语落下 靖洪身影 在这时已经冲杀而出 其手持一剑 速度极快 朝住沐云杀出的一剑斩下 轰 刹那间 山谷大地 一道百丈剑痕 直接砍在地面上 但这一刻 沐云却是没有丝毫倒退 提见身影直接杀出 当其身躯冲出之际 山谷大地 直接崩塌 百丈剑痕造成的裂痕 弥漫数十里 将这座山谷 直接劈砍成一道来骨 而紧接住 沐云和靖洪身姿碰撞到一起 两道身影 腾空树百丈 渐渐相击 剑神风仪式 再度斩出 恐怖的剑气 绵延千丈 登临高空 沐云在无忌惮 出手之间 剑气释放到极致 剑星三镜 融入其中 这一剑 靖洪 挡不住 扑 千丈高空 千丈剑气 精准无误地轰击到 靖洪身上 就算靖洪身躯表面 铠甲光芒闪烁 剑身横荡身前 可也挡不住 沐云这一剑 轰轰轰 天地之间 轰鸣炸裂 下一刻 靖洪身躯坠落 胸膛鲜血 洒落天地 靖洪 看到这一幕的 靖康和靖军二人 脸色煞变 靖洪若是死了 他们恐怕都得完蛋 刷刷刷 登时间 靖康和靖军二人 带领着十几位靖家道问 直冲天际 一起来 刚好 沐云手掌一握 不动冥王剑再度斩出 还是剑神风一式 只是这次 那汇聚一体的锋刃剑气 呼啸之间 散开来 化作十几道百丈剑气 展向靖康 靖军等十几人 轰轰轰 除却靖康和靖军二人之外 其他十几位道问七星镜 六合镜 五星镜级别的靖家舞者 身躯直接爆开 死于非命 沐云这时出现在靖洪身前 一脚踹下 轰轰轰 三道身影同时坠落大地 轰击在山石之上 徐徐 沐云身影落地 不动冥王剑剑芒微微闪烁 沐云屈指一弹 道立化作丝线 将靖洪 靖康 靖军三人直接裹挟着 带到身边 结束 沐云手掌一挥 三道身躯 被道立裹挟 发出轰鸣 下一刻 三人尸体都是不见踪迹 沐云并未直接杀了三人 不过是做出斩杀三人的假象 继而趁机将三人收拢到诸天图世界内 诸天图世界之中 平仙仙在世界之树旁 三棵无相树之间 搭建了一座木屋 躺在木屋前摇椅上 晒着太阳的平仙仙 继而看到三道重伤垂死的身影落下 哎 来客人了 平仙仙灵动的眸子 带着几分惊讶 潘古灵在这时出现 沐云一道意念挺凝聚 站在盘古灵身前 开口道 新的矿工 让他们挖 死了精气神功我提升 盘古灵功身称师 如今沐云可是想明白了 但凡有一些天赋的武者 通通都压到诸天图世界内 先挖矿 即将生死 再吞噬精气神以及他们的天赋 物尽其用 盘古灵立刻拉着三人去工作 山谷内 满地尸体 鲜血味道久久不散 而龙轩武 龙轩梅等龙家一干五者 一个个目瞪口呆 死了 静红 静康 静俊三人 就这么死了 谢叔叔这时一脸 我早就知道 沐兄如此厉害的表情 可心里其实也是 惊恶的一塌糊涂 他是见过沐云和荒兽的交战 可静红 静康 静俊三人 乃是静家当代领先人物 那些同境界荒兽如何能和三人比 但沐云展现的实力 简直比先前更恐怖 不 应该说先前沐云根本未曾展现出自己最强实力 这或许还不是沐云巅峰战力 这时 沐云一步步来到几个人前 收起不动冥王剑 沐兄 大恩大德 莫齿难忘 谢叔叔拱手 笑音音道 第五千四百零八章跟你有什么关系 龙轩舞 龙轩梅等龙家舞者 一个个也是认真地打量这位墨衣青年 先前 他们并未将沐云放在眼中 毕竟 只是道问七星进七夕 但这一手剑术施展出来 直接惊呆了几人 光是这份实力 放眼整个北龙域内 绝对是诸多年轻一代天骄人物之首 甚至能够获四界内各大黄金级势力之中的当代天骄争锋了 龙轩舞 龙轩每二人看住沐云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娘炮别说 倒还是会结交人 龙轩舞嘀咕住 看向沐云 拱手道 多谢这位兄弟搭救 谢叔叔看到这一幕 急忙道 二哥客气了 沐兄是我的朋友 应该的 应该的 谁是你二哥 龙轩舞瞪着眼哼道 救我的是我妹妹 是这位沐云兄弟 跟你有什么关系 二哥 龙轩美一脸不满的表情 拉住谢叔叔 看向自己二哥 哼道 若非叔叔和沐云公子认识 沐云公子会帮我们吗 龙轩舞看到自家妹妹 这般像猪外人 当即哼了一声 转过身去 懒得在说什么 此地不宜久留 先走吧 几人收拾妥当 离开山谷 青黄山脉 广袤乌云 方圆百万里 进阶属于山脉范围 这里据传 是西年恶元灾难之际 一座战场 死在此地的 道府天君道王们 不计其数 就连道心黄境 和道天地境级别 也是死了许多 而且 据传当年 这青黄山脉 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大海 也有人说 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具体如何 无人得知 毕竟 已经过去太久太久 许多事情 无法查询 但是有一点 可以确定 这青黄山脉内 存在着 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古地 充满了神秘诡谓 此刻 沐云 谢叔叔 龙轩武 龙轩梅等人 在一座山谷 凹进去的山壁下休息 沐云在四周布下道阵 主要是遮掩气息 原本几人刚到这里 龙家内也有一人 是一位道阵师 布下遮掩气息的阵法 沐云倒是没在意 可听谢叔叔说起 在这试炼之中 那些四界黄金级 势力内的天骄 手段了得 就逮捕住他们这些人杀 沐云不放心 又自己布下道阵 实在是那位道阵师 只是三级道阵 难以起到很好的隐秘性 而撇除他 谢叔叔 龙轩武和龙轩美四人 还有十人 其中六人都是重伤 这要是被发现 沐云觉得自己 未必护得住他们 原来沐兄 还是一位四级道阵师 谢叔叔一脸的表情 惊叹道 厉害厉害啊 在流浪的2500年时间 沐云自然是将道阵手扎 好好研究起来 上面所记载的四级道阵 沐云几乎都吃透了 而道阵手扎内 记录的还有五级道阵 只不过 五级道阵 需要凝聚十万道道文之上 才能勾勒出来 沐云现在道文凝聚 已经到达八万道 距离十万道 还有一定距离 而且 道阵手扎内记载的五级道阵 只是对应道府天君之境 超过百座道府 到达道王级别 对付道王的道阵 却是没有 五级道阵 也被称为王道大阵 整个洪荒时期 以及现在的新世界阶段 道境意图 到达道府天君级别 算是迈入一个新的天地层次 道府天君之下 为蝼蚁 而到达道府天君级别 勉强踏出蝼蚁的阶层 道心皇境 皇者 道天帝境 帝者 这样的存在 在整个乾坤大世界内 也已经是各大势力内 不可或缺的存在 沐云看住山壁外 道文隐匿在山石之间 不禁想到 这两千多年来的流浪 似乎不是白白浪费的 至少 自己静下心来 将自身在道柱 道台 道海 道问这四大境界内 这些年来的晋升 仔细回顾一遍 也算是茶漏补缺 一连几日时间 龙轩武等人都是吞服倒单 缓缓恢复 这天 沐云和谢叔叔二人 在嫁起的萤火旁坐着 肉羹的香味 缓缓传开 这几日 龙轩武在 谢叔叔和龙轩美 没办法私下搞事情 沐云倒是看住谢叔叔挺惬意 似乎能养精蓄锐 让他很满足 不过龙轩美则是 每日里看到谢叔叔 眼睛都快流出口水来了 山壁内侧 凿开几栋食屋 这几日 龙家几人都在食屋内休养生息 不多时 龙轩武走出 身高两公尺多的龙轩武 升得魁武 在家穿上一套静服 整个人从上到下给人的感觉 充满了爆炸性力量 其武官端正 国字脸 看来二十四五岁样子 生奇勃勃 当其来到沐云身边 坐在一旁石墩上 沐云只觉得一座小山靠近自己 那硕大身躯 阴影间有一种压迫感 二哥 你恢复得如何了 龙轩美这时也坐在萤火旁 忍不住问道 伤势看起来没大事 不过内伤没个十天半月 是好不了了 龙轩武嘿嘿笑道 等二哥好了 说不定就能突破 到达到温九宫境了 龙轩武在到温八卦境 也有多年了 该突破了 这次还得感谢 静红他们三个 若非是三人 带给自己的强大压力 他突破可能还得一些时间 像青铜山脉试炼 这种事情 各大青铜级 黑铁级 玄石级势力 之所以愿意参与 可不单单是为了 让自己门人 成为黄金级势力 添加的试炼时 这对他们自己 也是有莫大的好处 龙轩武看向沐云 眼神充满赞许 道问七星境 斩杀道问九宫境级别 是那么的飘逸动人 而且沐云看起来并不壮硕 可身高近乎一米八 也不算矮了 长得 气质彬彬 稍显几分秀气 但是总比谢叔叔那娘炮要好 如果不知道沐云实力 龙轩武是断然瞧不上沐云的 长得还行 面若刀削 眉宇颇有几分阴气 算得上俊俏啊 可是太秀气 显低不霸气 这完全不符合龙轩武的美感 不过 这家伙实力够强 很男人 当自己妹夫很适合啊 龙轩武看了看沐云 又看了看龙轩美 发现自己小妹 又在跟那谢叔叔 没来眼去的 没有来的一阵愤怒 第5409章 信不信我男上加男 谢叔叔 龙轩武看向谢叔叔 直接说 你盛一些肉汤 给那些受伤的子弟吃 稍稍恢复一些力气 也是好的 谢叔听到这话 点点头 我去我去 叔叔你坐着好好休息 龙轩美急忙道 他需要休息什么 龙轩武哼道 你 只是龙轩美不理会 直接端住几碗肉汤离去 龙轩武瞪了一眼谢叔叔叔 这才看向沐云 笑道 沐云兄弟 七星镜却能击杀九宫镜 说实了得 不知道沐云兄弟家住哪里 沐公子家住北龙域云木城 谢叔叔笑道 云木城 二哥知道吧 是我们谢家掌控的 一座不小的城池 龙轩武瞪了谢叔叔一眼 哼道 我是问他 又不是问你 沐云随即道 我确实是来自云木城 厉害 云木城 据我所知 只有一方玄石级势力 归属谢家掌管 沐云兄弟能够在那等地方 到达七星镜 实在天选之人了 龙轩武赞美 不过 我并未听过 于木城有厉害的家族 名木家 谢叔叔笑道 沐公子并不在北龙域内修行的 而是外出游历 有所奇遇 前些年刚返回北龙域 咱们北龙域和当年颇有不同 沐公子在外多年 修行有成 如今归来 也是想留在北龙域 龙轩武开口道 我问沐云兄弟 你能闭嘴吗 谢叔颤抖一笑 他若是闭嘴 沐云那肯定得露宪 云木城 没有家族 且外出磨练 修炼有所成就 返回北龙域 龙轩武顿时笑道 既然沐云兄弟返回北龙域 想做一番事业来 不如加入我龙家如何 这话一出 谢叔叔愣了愣 好啊 这个龙轩武 打这个主意呢 这可不行 沐云天赋很不凡 实力也不弱 怎么加入龙家 而且 是他先认识沐云的 沐云听到这话 笑道 我这个人 懒散惯了 不喜欢被束缚 不不不 沐兄弟误会了 龙轩武笑道 加入我龙家 未必是束缚你 我龙家下属 有十几个黑铁级势力 数十个玄石级势力 整个北龙域 分为南北两大部分 北面是谢家 谢家大本营位于安清城 乃是整个北龙域北方的核心 我们龙家位于南方 龙陵城是我们龙家的核心 这两大城池 南北对立 龙轩武耐心解释 整个北龙域 地域万万里 生灵亿万 玄石级势力 顶尖舞者 为道温一元镜到五行镜级别 黑铁级势力 顶尖舞者 为道温六合镜到十方镜级别 以沐兄弟的实力 自己创造一方黑铁级势力 绝对没问题的 我谢家可以支援沐兄弟 沐兄弟只需要定期上贡即可 不过你若是愿意加入我龙家 这上贡就可以免了 这样啊 沐云眉头一条 鼓励优秀者在自己的底盘下 创造势力 不怕这势力超越龙家 取代龙家 不过仔细想想 沐云也是释然 说到底 龙家还真不会怕 玄石级势力 顶尖舞者 一元镜到五行镜 黑铁级势力 顶尖舞者 六合镜到十方镜 青铜级势力 顶尖舞者 是道府天君 道王等级 这等层次阶梯感强烈 一旦一方黑铁级势力内 诞生出道府天君 只怕其上头的青铜级势力 便是会使用各种办法招揽 倘若无法招揽 那或许就只有杀了 而当下 狭掌控的黑铁级势力内 没有能够威胁到 自己地位存在的级别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就像是 一只老虎 掌管一片山林 山林内 有一些狼 还有一些猎狗 而这些狼和猎狗越强 进贡给老虎的贡品就越好 让狼与狼 猎狗和猎狗 彼此之间厮杀争斗 老虎还省得去操心 亲自抓捕底下的羊 兔子等 整个十法古界 都是这种等级设定 完全凸显出了 强者为尊的极致 沐云笑了笑 我这个人不善于 打理宗门势力 而且刚返回北龙域内 暂时还没想好做什么 想看看故乡现在的变化 龙轩武听到这话 略微有些失望 沐兄弟 你若是想好了 随时告知我 我在龙陵城等你 龙轩武认真的道 你想加入我龙家 担任客卿也好 自己发展也罢 我都能支持你的 谢叔这时急忙道 沐兄弟都说了 暂时没想法 你就别抢人所难了 龙轩武哼道 你在避避 信不信我男上加男 这话一出 谢叔叔脸色一变 他的魅骨之气 确实是能让男人女人 对他都心动 但是谢叔叔曾经尝试过 对龙轩武没用 换句话说 这个龙轩武 就是个铁汉子 纯铁纯铁的 龙轩武又是和沐云 聊起来修炼 经历等 沐云也是附和住 谢叔叔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偷偷溜走 沐云亲眼看到 谢叔叔溜进了 龙轩美刚才进入的石洞内 二人一定又是狼狈围艰起来 但龙轩武却对他的经历很好奇 又是好奇他的实力修行 竟是没注意到这一点 本著为谢叔叔身体助想的好意 沐云很快借口自己有些劳累 需要休息 只开了龙轩武 而龙轩武也是发现 宋肉粥的妹妹 和那娘炮谢叔叔消失不见 顿时大怒 嗷嗷叫着 将谢叔叔纵视洞内喊出 暴打一顿 远处石洞口 沐云亲眼看到 谢叔叔那一丝丝不舍 以及龙轩美脸上红润之色 夹杂住对二哥龙轩武的愤怒 显然 二人还没开始 就结束了 甚好 沐云点点头 回到自己石洞内 盘膝坐下 以前的沐云 追求境界提升 更多的是靠杀戮 靠战斗来领悟自己的道 但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 沐云发觉 有时候 进修之下 也有不同的收获 接下来 一晃半月时间过去 包括龙轩武在内的龙家舞者 伤势恢复大半 尤其是龙轩武 几乎无恙 甚至突破到达 盗问九宫境 第五千四百一十章 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盗问七星境 所指七星是 天书 天玄 天机 天拳 玉衡 开阳 遥光 这七星统称 此七星 是天室具体体现 代表的是茫茫星云 天地之变 七星更多的是统称 代表的是全部 因此 七星近级别 道理可以说绵绵不绝 无者本身与天地时空 有莫名的勾连 而八卦便是 前 坤 震 迅 坎 离 梗 对这八卦 同样是天室具现的表达 这八卦并非实指 也是虚指 虚指整片天地的事 容纳天地大事 造就自身之道 这也是大道神经的核心宗旨 无者一道 超越自我 不断前进 道 是核心 至尊之道 界位之道 主宰之道 都是道的体现 不过天地极限未道 道的极限也未道 真正的道之极限 就是天地极限 新世界 就是天地极限 道的极限 也在这一步 彻底完成 而至于超越大道神境的 无法神境 无天神境 神地之境 那就不是道 而是世界法则了 那距离现阶段的沐云 就有些远了 修武 不只是要提升境界 更是要提升星境 这也是沐云从始至终这些年来 一直修行剑术有关 剑道的提升 也得看星境 一晃又是半月时间过去 龙家几人 伤势恢复得七七八八 大家也准备动身离开 毕竟在这试炼时间 还有五十年 没道理在这里一直龟缩不前 这一天 十几人收拾妥当 准备出发 沐云站在山壁前 却是眉头一挑 目光看向左侧前方 在那里 有着十几道身影 破空而来 那十几人似乎有目的地 朝住众人所在隐匿之处 龙轩武这时也是感觉到有人靠近 眉头促起 走到沐云身前 嗯 看到那一行十几人 龙轩武眉头一挑 武灵洞 龙轩武声音响起 不远处 谢叔叔和龙轩美二人脸色一变 武灵洞来了 谢叔叔腰异的面容 一双桃花眼 顿时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来 他发誓 这辈子都不想见到武灵洞这家伙了 一想到那的男人 一双眼睛不加掩饰的在自己身上流转 谢叔叔就全身发颤 他太清楚那双眼睛代表的是什么了 是果果的贪婪 因此有时 他看到龙轩美在自己面前搅柔造作的样子时 也是那个表情 他 他怎么来了 谢叔一脸惊恐 一想到自己对龙轩美这些日子做的事情 这个武灵洞也想对自己这么做 谢叔叔就觉得浑身站立 他可不想真的被男上加男 沐兄 谢叔叔不自觉地朝着沐云靠了靠 沐云是少数的能够抵挡自己魅骨之气影 又 且实力有极为不俗的 按道理说 他是发现不了我们其身之地了 沐云猝眉道 除非 你身上有什么 引导着他查询到此处 谢叔叔听到这话 却是摇头道 不可能啊 我仔细检查了 可就在这时 山壁外 十几人站定半空 那为首一位青年 身姿修长 穿住一件粉色长衫 长发随意散开 头上还扎着一根玉簪子 其衣衫敞开 露出胸膛一部分 白皙肌肤 颇为瞩目 那锁骨亦是带着几分晶莹剔透光芒 这男人 一看就不正经 谢叔叔 我知道你就在这里 虽然我还没找到你 可是 你逃不掉了 温和的声音响起 带着几分自信 更多的语气是期待 向往 听到这话 谢叔叔不禁抓了抓木云手臂 当即道 沐兄 这个武林洞 虽说是道问八卦镜 可比镜红 镜康那道问九公镜厉害几倍 你 你能行吗 他虽然很想说 你若是不行 咱们就逃 可碍于龙轩美在此 却是没好意思这么直白地说 恕别怕 我在呢 龙轩美开口道 有我和二哥 这武林洞敢对你出手 我饶不了他 自己的男人被其他男人惦记上了 龙轩美如何能忍 听到这话 谢叔叔心中哀叹一声 只怕十个龙轩美 也不是一个武林洞的对手啊 武族乃是武林界霸主 真正的黄金级势力 身为这等势力家族内的天骄 武林洞那是完全比他们几位天才高出一个等级的 龙轩武哼道 我可没说帮他 这小子 心术不正 我看让武林洞好好修理修理他 没什么不好 二哥 龙轩美哼了一声 就在这时 武林洞已经出手 其如葱玉般的食指 轻轻一握 天地之力在这时凝聚 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其拳头上 紧接住 一拳砸向身前山脉 轰 地动山摇 轰然爆发 一座座高山在这时崩塌 山沟之间裂痕蔓延数十里 下一刻 一座座大阵浮现而出 你们别出去了 木云这时开口道 我去试试这家伙深浅 一语落下 木云直接出现在大阵外 那武林洞看到木云 表情一正 你是何人 杀你之人 木云直接到 武林洞眉头一挑 继而哼道 谢叔叔就在下面躲着吧 你告诉他 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做我的男人 他谢家也会得到我五族扶持 否则 我有的是办法 让他谢家家破人亡 木云眼神古怪至极 从一个男人口中听出 做我的男人这句话 实在有些古怪 对木云来说 谢叔叔哪怕是比女子还美 可终归是男子 如孟子墨的典雅高贵 秦孟瑶的冷凹冰霜 夜雪棋的英姿飒爽 萧云儿的静若厨子 嫣然如画 王兴雅的清纯至极 久儿的妩媚天成 鲜鲜语的活泼灵动 明月星的霸道强势 毕清玉的大家闺秀 小家碧玉 几位夫人可以满足沐云 对任何类型女子的任何遐想 对男人她注视没兴趣 听到这话 谢叔叔忍不住 身影跨出 出现在沐云身侧 武灵动 我谢家好歹也是青铜级势力 属于万佛门和万妖谷庇护 你武族再强 也不可到金龙界拿我谢家如何 第五千四百一十一章 允星术显微 不得不说 谢叔叔这架势 倒是颇有几分英气 但落在武灵动眼中 这时候的谢叔叔 让她的心都要化了 沐云走出 单枪匹马面对武灵动等人 谢叔叔虽然寻求沐云庇护 可还是讲义气的 旁人为你而战 自己怎能躲藏起来 我不是说了 你们不用出来了 沐云猝眉道 谢叔叔大意凛然道 沐云为我而战 我怎能在后面躲着 这非大丈夫所为 为我而战 听到这四个字 武灵动整个人顿时双眼赤红 暮视暮云 带着浑厚的杀气 这个青年 和谢叔叔是什么关系 他是谁 武灵动贺问 谢叔叔哼道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一听这话 武灵动再度道 叔叔 你跟我走 我保证 在这青黄山脉内 没人能够伤了你 呵 是没人能够伤我 可是你会扎我 谢叔叔摇头道 唯有心爱之人 谁 武灵动手中赫然出现一杆长枪 一指目云 赫道 是他吗 如果是他 我立刻杀了他 你只能是我的 这句话说出 谢叔叔退后几步 这个武灵动 简直疯了 大家都是男人 当个脑不好吗 偏想男上加男 强人索男干嘛 你先退去吧 沐云开口道 我来试试他的身浅 那你小心点 嗯 谢叔叔退回 沐云看住身浅的武灵动 这家伙来自武族 天赋应该不差 道问八卦境 刚好可以让沐云 比较一下自己现在的实力 对这四界之地的天才 有个大概的认知 武灵动看向沐云 像是看住夺妻之恨的仇人一般 小子 我不管你是谁 现在跪地求饶 离开叔叔 我饶你不死 否则 否则 你能如何 沐云一语落下 体内气息 滚滚而动 道问七星镜 煞时间 血域化龙觉影 血灵龙 闯天龙 化神龙 天神龙 四道千丈血龙身躯 环绕木云四方 血域化龙觉的奥妙 在于将血域室内的气血 融合自身气血 勾连倒立 继而释放爆发 四道千丈血龙身躯 带着滚滚压迫 直接冲击向武灵动 看到这一幕 武灵动神色不变 骑手掌一握 血红色长枪 缭绕而出到血雾 腾空而出 去死吧 一枪直接刺出 虚空被割裂 释放出阵龙发聩的音爆声 那恐怖的音爆声之下 是无尽射人心扑的枪径 化作了一道身躯挺拔的蛟龙 朝着木云直接撕咬而去 一道玲珑身躯 骤然冲出 轰 剧烈轰鸣撞击下 那蛟龙身躯被枪径 捅出一道血洞 滚滚气血流淌而出 木云却是神色不变 身影掠出 允星铁拳 一拳 萦绕着天地星辰之气 汇聚道力之间 化作百丈之大 直接朝着武灵洞轰击而去 允星术 第四卷 到问卷的攻击招式 允星铁拳 星辰之气 加持道力 凝聚一体 一拳凿出 压迫瞬间到达武灵洞身前 同时 四道血龙身躯 亦是从四方进攻 到武灵洞前后左右 威胁感出现 武灵洞感觉到心中悸动 眉头一挑 枪破万尽 一语喝下 其手中长枪 呼啸而出之际 彭扶诞生出 上千上万道枪身 咆哮爆发 且每一道枪身背后 似乎都有武灵洞身影 成千上万道掌枪之影 杀向四方 轰击到那道血龙身躯上 轰轰轰 一刹那间 整个山林大地 处处皆是爆明 血龙身躯摆动 枪身横刺爆发 在这一刻 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道蛟龙身躯 残破不堪 倒到枪影 也是荡然无存 木云站定半空 看住眼前身影 武灵洞身姿挺拔 眼神中带着冷傲之色 有点本事 看向木云 武灵洞赤笑道 难怪敢抢我的人 木云手掌握了握 体内气息轰然爆发 原本残破不堪的四道蛟龙身姿 一瞬间便是恢复如初 嗯 看到这一幕 武灵洞眉头一挑 这是什么手段 你并非是自身气血凝聚的这蛟龙 武灵洞眉头缓缓舒展 玄机道 有意思 这门盗诀 倒是很有意思 杀你 或许更有意思 木云手掌一握 四道血龙 瞬间爆发 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 而紧接住 木云手掌成爪 直接抓出 允星虎爪 其手爪凝聚无尽倒立 化作五道虎爪 瞬间之下 落到武灵洞身前 五爪如山之裂痕一般 轰然盖下 五道千丈长的爪痕 似乎是五座八地而起的山脉 轰 倒到爪痕 轰击在武灵洞身前 武灵洞持枪而立 心中一语低喝 滚 刹那 其周身枪气缭绕 轰击到五道虎爪之上 可是 没用 笨 武灵洞脸色一正 可恶 其心中一声恶骂 手掌紧握长枪 狂风呼吓怒嚎之间 一道百丈枪影 盘缓在武灵洞背后 长枪瞬间横扫而来 恐怖静气 撕碎一切般 朝着五道爪痕撞击 轰轰轰 一次又一次 长枪挥舞而出 可那五道爪痕 却是依旧窥然不动 看到木云以五爪为五山 将武灵洞围困其中 远处 谢叔叔 龙轩舞 龙轩梅等人 一个个目瞪口呆 武灵洞 他都打得过 龙轩舞摸了摸脑袋 看向谢叔叔 哼道 这家伙 怎么就被你碰到了 谢叔叔一时一脸自傲的表情 他才不会告诉龙轩舞 这是他差点被武灵洞 给强人所难逃走后 碰到木云 此刻 武灵洞的攻击 越发凶猛 可是却无法突破 木云的压制 差不多了 木云看向武灵洞 心底大概有个评判 少有天赋 但是 一般 另一点则是 他这两千多年来 境界是没怎么增长 可是对自身力量掌控的程度 却是到达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这武灵洞输给他 不冤 结束了 木云手掌一推 允星霸掌 一掌拍出 呼啸而出的星辰之气 与滚滚倒立 凝聚为一 好似一道游龙般飘逸 直接拍下 砰 那一掌直接击中武灵洞胸膛 击穿武灵洞心口 木云不作迟疑 闪身贴近武灵洞 第5412章 这是何处 送你最后一程 一语落下 木云直接手掌一握 恐怖倒立 弥漫天地 遮挡众人视线 下一刻 轰隆震动声响彻 武灵洞的身影 消失不见 气息也是彻底溃散 随着武灵洞而来的几名武者 更是脸色煞白 跑 几人不作迟疑 立刻逃走 可现在逃走 已经太晚了 武灵洞乃是武族子弟 武族又是武灵界黄金级势力之一 如果不灭口这几人被武族高层知道 他也少不得麻烦 轰轰轰 山林之地不时响起道道轰鸣 惨叫 很快 木云返回 龙轩武 龙轩美 谢叔叔等人看向木云 眼中带着惊恶 震撼 高问八卦境的武灵洞 在四界之地 小有名气 可就这么被木云被震杀了 怎么会这样 龙轩武看了看木云 越看越满意 此子 就该当自己妹夫啊 谢叔叔 娘炮 木兄 多谢了 谢叔叔急忙上前来 武灵洞死了 他总算不必日日担心被人被刺了 日后 木兄在北龙狱 我谢家地狱内 谁敢招惹木兄 那就是招惹我谢叔叔 一旁 龙轩武斥笑道 得了吧 就你那点能耐 别丢人现眼了 谢叔叔不予理会 龙轩武看向木云 笑呵呵道 木兄弟 我可以代表龙家 允许你在我们北龙狱 开辟宗门家族 我必定大力支持你 木云笑了笑 没说什么 出天图世界内 辛勤工作的静红 静康 静俊三人 作为优秀的矿工 在盘古灵监视下 正在奋力开凿诸天图世界 扩充诸天图世界 一来是世界之力的蔓延 二来就是靠这些颇有天赋的武者 以自身道力融入诸天图世界 将为之混沌地狱打开 让世界之力可以弥漫扩建 你们来了一个新伙伴 盘古灵一头火红色长发 一身火纹红色长袍 此刻丢下来一个人 武灵洞 武灵洞 当看到那道身影之际 静红三人 脸色骤变 武灵洞怎么也被抓过来了 武灵洞 你 你被那木云抓来的 看住武灵洞全身上下 伤痕累累 静红不可置信道 虽然他和静康二人 都是道问九宫境 武灵洞乃是道问八卦境 可静红知道 二人都不是武灵洞对手 在这广袤的四界大地上 各大黄金级势力之中 层出不穷的天才天骄 青铜级势力内的天才 比之黄金级势力的天才 自然差得远了 虽说武灵洞 并非是武族最顶尖的天才人物 可在四界大地 也是颇有名气 连他 都是败给了沐云那家伙 被抓了进来 武灵洞此刻气息为民 看住四周 一脸迷惑道 这是何处 静红三人摇头 他们也不知道 只是被那个红头发 红袍子的年轻人看守 在这里做苦力 盘古灵冷淡道 干活就是了 多说废话无意 盘古灵说着 只见火焰生腾 冷笑道 偷懒懈怠 我不介意直接杀了你们四人 这也是沐云早就说过的话 进入到他的地盘内 不听话的 直接杀 反正不缺矿工 这些人 活着是矿工 死了是沐云的养料 怎么来看 都不会亏 青黄山脉 山谷至地内 龙轩武 龙轩美 以及谢叔叔等人 花了许久时间 方才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沐云七星镜 逆斩武灵洞八卦镜 这是要是传出去 四界大地 沐云名气 必定会响亮起来 想拉拢沐云的人 一定很多 当然 武族铁定是会下达必杀令 诛杀沐云 龙轩武 看住身边几位龙家子弟 声音严肃到 都给老子记住了 谁敢把这事传出去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一位为龙家子弟 纷纷点头 几人稍作停留 离开此地 青黄山脉 方圆百万里广袤 绵延无尽 接下来五十年时间 都得在这里渡过 沐云思来想去 当务之急 还是突破 他已经耽搁了 两千多年时间 再加上西年在沧云境内 一千年日夜 受到天命反噬折磨 以及后来闭关三千年 解开自身天命 转眼间 相当于别人修行了六千年 而他反而是倒退了六千年 这样想来 差距可就大了 如今 他需要更加努力 一连三个月时间 一行十几人 在青黄山脉内历练 猎杀荒兽 互相切磋 这也让沐云对自身实力掌控 真至完美 如今的他 以七星镜境界 面对八卦镜 九弓镜 十方镜 因无碍 当然 如果是一些极为了不得的妖孽 那只怕要麻烦很多 可妖孽 正是沐云想要的 现如今处在 十法古界 武陵界 苍玄界 天罗界 金龙界 四界之地 所遇到的天之骄子 可是要比在沐云境内 遇到的那些所谓天才 要强大数倍 只是不知道 遇到道府天君等级人物 他实力能否应付 道府天君 就算开辟了一座道府 那也不是道问级别 所能够比拟的 一座道府 依附在一条主脉上 所能够释放出的 滔天之力 可是无法估量的 先前在沐云境 沐云也是见识过 云阁那几位 道府能来的 道问级别 可以比你为 一座百丈高山般雄伟 那凝聚一座道府的 道府天君人物 至少是千丈高山那 般窥然不倒 沐云无比期待 自己到达道府天君 这一天 几人停顿在 一片山坳之地 萤火架起 烤肉香味弥漫 龙家几位弟子 在外围小心戒备 沐云 龙轩武 龙轩美 谢叔叔四人 聚集在一起 这青黄沙麦这么大 想碰到人 好像也不容易啊 沐云开口道 这几个月来 咱们可是几乎 没碰到什么人 龙轩武笑呵呵道 沐兄此言差矣 百万里方圆是很大 可对于那些 道府天君来说 方圆万里 想探查什么 还不简单 事实上 四界各大黄金级势力 青铜级势力 以及下属的黑铁级势力 玄石级势力 这次大概有上万刀问级别舞者聚集 之所以见到的人少 那是因为很多人 都担心被黄金级势力 天骄妖孽当靶子 进入此地 大都藏起来 准备躲过百年时间 第五千四百一十三章 差得不远 听到这话 沐云点点头 各大青铜级势力 黑铁级势力 玄石级势力 都是相当于老鼠 而黄金级势力 则是猫 猫抓老鼠 老鼠自然不能傻乎乎地 等住被抓 反杀是不可能反杀的 打不过人家 就只能躲住了 咱们这几个月 也走过几万里 什么骨鸡都没查到啊 听到这话 谢叔叔却是笑音迎道 沐兄怕是有什么误解了 骨鸡哪里是那么好遇到的 要知道 这青黄山脉为西年古战场 打得天翻地覆 早就变了样子 容易找到的骨鸡 早就被四界各方势力 查探完全了 许多隐蔽的骨鸡 那些道府天军 道王 道星黄金人物都找不到 我们肯定也找不到 沐云点点头 若是如此 那只能在这青黄山脉内 不断历练 同时找寻张学新 沈木龟 葫芦老头和赤仙薅他们了 要快速提升 那肯定是碰到什么道星黄金 到天地境所留的古迹 好好地探寻一番 得到大纪元来得快 这时 沐云突然想到葫芦老人 要是他在 那就好了 青黄山脉 地理宽广 在这里 玉空飞行 那就是找死 此刻 一片高山森林之间 两道身影 一前一后而行 前方老者 一身破旧道袍 长发凌乱 随意砸起 别住一根木簪子 老头看起来六七十岁样子 邋遢 后方青年 一身黑衣 模样俊俏冷漠 身姿修长 这二人 正是葫芦老人和沈木龟 两人运气不错 跌落在青黄山脉后 两人距离不是很远 急于时间便是找到彼此 只是 二人个性很不搭 葫芦老人喋喋不休 唠叨 可是沈木龟 却是话很少 如葫芦老人 啰嗦的性子 也只有沐云受得了 而沈木龟和葫芦老人 算不上多熟悉 因此 这二人在一起 要多尴尬 有多尴尬 老葫芦 咱们是不是该去找沐云 张学新 沈木龟开口道 他直接忽视了吃仙蒿 毕竟 真的不熟 葫芦老人听到这话 却是嘿嘿笑道 不急不急 这里那么大 哪那么好找啊 咱们多找点古鸡 不好吗 话到此处 葫芦老人恶呵呵道 我现在十足肯定 这里以前 绝对是一片古战场 听到这话 沈木龟无奈道 古战场在这里又不会跑 可此地危险 咱们是不是得想着 赶紧找寻木云 张学新 大家一起才好知道 接下来该干嘛 葫芦老人嘿嘿笑道 那么大的人了 别急嘛 而且这里不是九尾界 是十法古戒 十法古戒神玄灵的地盘 神玄灵又没出现 在这里没危险的 你看啊 沐云虽然是叶云兰的儿子 可叶云兰没死 一个无天者的儿子 神帝哪是那么容易杀死的 葫芦老人神神秘秘道 叶云兰 十大无天者排名第二的 遇到神帝也不出 听到这话 沈木龟叹了口气道 你们两个老东西 说好了去九尾界的 结果来到十法古戒了 先前二人也是遇到了 在山脉内历练的舞者 大体上知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值得一提 沈木龟晕了一次 现在已经是刀问九宫镜 差得不远 差得不远 不远 他们的就差从东部世界 到达西部世界了 沈木龟已经无力吐槽 这几个月来 随着葫芦老人 确实是找到了几处残破的谷地 也有所收获 这让葫芦老人越发对此的迷恋 只想在这里继续探寻 压根不想跟沐云他们会合 不过话说回来 看起来葫芦老人和赤仙薅 原本也不是打算跟他们一起的 这两个不靠谱的老东西 沈木龟又是道 月曦姑娘一转眼 两千多年没见到沐云 只怕想死沐云了 此话怎讲 葫芦老人好奇 她需要沐云的血 还有这是 葫芦老人嘀咕道 这个月曦姑娘 来历神秘啊 在洪荒时期肯定也是一尊大人物 你这不废话吗 沈木龟无力吐槽 当日沧云境大战 月曦姑娘可是或到天地境大战的 一苏醒就是到天地境 这样的角色 在洪荒能是小人物吗 你也不是小人物吗 葫芦老人脱口而出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沈木龟看住身前的葫芦老人 却是笑颖迎道老葫芦 你也不简单嘛 我也很好奇 你跟住沐云 想做什么 我跟住她 葫芦老人呵呵一笑 我可没跟住她 沐云可是有大机遇者 她所到的地方 冥冥之中都有天道影响 我这叫 趋利避害 说我 那你呢 葫芦老人嘿嘿笑道 你可不简单 跟住沐云干嘛 想杀了她 沈木龟漆黑眸子 闪过一丝光芒 稷儿笑道 我尚且不知道我是谁 只是刚好 与她在一起后 逐渐找到了一些过往 不过 对于自身 我尚且没有琢磨明白 所以跟她一起 看看这新世界到底是怎样 面对这等解释 葫芦老人黑黑一笑 不再说什么 都是千年的狐狸 揣着明白装糊涂背 快快快 葫芦老人突然神色一喜到 前面有宝藏 这世间有人喜欢权力 有人喜欢美女 有人喜欢美男 葫芦老人喜欢的就是宝贝 任何层次的宝贝 他都要 赤仙薅喜欢收集消息 以消息换消息 这两个人 在沈木龟眼中 都不是什么正常人 说到底 还是老赵算正常人了 想着老赵在苍云镜 每天整着白兮兮 管理住云阁内 大大小小的事情 沈木龟就很羡慕 他也想 可是他不能 他还得寻找自己的曾经 看到葫芦老人 像是一只老狐狸 发现了兔子窝一般 兴奋地朝前而去 沈木龟也是跟了上去 不管咋样 走一步看一步吧 等遇到了沐云 大家在商议 是就留在十法古界 还是想办法前往九尾界 另一边 沐云 龙轩武 龙轩美 谢叔等人 再度出发 前方一片巍峨巨山之间 十几人队伍看起来 渺小如尘埃一般 只是 当十几人靠近巨山方向 突然 前方却是传来翻天覆地的波动爆鸣声 第五千四百一十四章 拼头之一 龙鳄 去看看 几人停下 龙轩武立刻吩咐一人前去查探 过了半课中 龙鳄返回 神色惊恶道 轩武哥 好多人 听到这话 龙轩武当即道 我去看看 又过了好一会 龙轩武返回 眼中带着金光 看向沐云 嘿嘿笑道 沐兄不是说没有古迹吗 前面 应该极可能就是一座古迹之地了 听到这话 沐云表情一正 我看到了 南龙玉 南阳门的人 谢叔叔 龙轩美都是反应过来 沐云确实并不了解 南阳门是南龙玉另一大青铜级势力 与靖家也是南北对立 就像我们龙家和谢家 龙轩武开口道 我看到南如雪了 这话说出 龙轩美眼神一亮道 听闻这南如雪是南阳门当代第一天才 我可很早就想与他比试比试了 龙轩武不禁笑道 小妹 怕是你比不过人家 二哥怎么这么看不起我 二人说话间 沐云确实发现 谢叔叔听到南如雪三个字后 整个人看起来都很不对劲 你怎么了 沐云传音问 谢叔叔苦涩的声音 在沐云脑海内响起 道 南如雪 是我的 拼头 沐云一震 谢叔叔却是幽怨的眼神 看住沐云 再度传音道 拼头之一 好家伙 沐云直呼 好家伙 这些日子和龙轩武 龙轩美在一起 他也知道 龙家为北龙玉霸主之一 组长龙兴剑 龙轩正 龙轩武 龙轩美 还有一个龙轩阳 这四人 是龙兴剑子女 可以说 龙轩美是龙家嫡系子女 而现在 又出现一个南阳门南如雪 也是一位天骄 也是谢叔叔的拼头 你到底多少个拼头 谁还会计算这个啊 谢叔叔又是传音道 我这该死的魅力 挡都挡不住啊 先前有一次 在南龙玉内历练 恰巧受了伤 被南如雪搭救 我们二人结队 差点一起死了 结果 他就把我扑倒了 这话如果是谢青说出来 沐云绝对一巴掌拍上去 大骂不要脸 可谢叔叔说出来 沐云 信了 这一刻 沐云不由觉的 这世间男子 他沐云算起来 也能称得上一句忠贞了 沐兄 这怎么办啊 谢叔叔苦住脸道 要不 我们走吧 其实古迹很危险的 都是到新黄境 甚至到天地境级别留下的 咱们进去 不是找死吗 不 是你找死 一个龙宣美 一个男如雪 你小子绝对死翘翘 别急 沐云回应道 咱们可以后进去 不一定碰得上他们 谢叔叔叹了口气 我这该死的魅力 而在这时 龙宣武看向沐云 笑道 沐兄弟 咱们这次 可得赚一笔了 青黄山脉 古迹很多 毕竟 到新黄境 到天地境级别人物生死 极有可能随便一手挥出 就是一座广袤的空间秘境 存储住他们必胜所积累 这是天大的机缘 这么多年来 容易找到的古迹 被探寻得七七八八 不容易找到的古迹 一旦出现 那绝对是了不得的 先前 沐云不止一次说出古迹 显示了浓厚的兴趣 现在好不容易碰到一个 那肯定得进去看看了 不要急 沐云笑道 咱们再等等 让他们在前开路 挺好 龙宣武大眼睛一亮 点头道 有道理啊 沐兄聪慧 这他们就叫聪慧了 正常人都会藏起来 先让人家在前探探风险吧 一个龙宣武 一个龙宣美 再加一个谢叔叔 说实话 沐云现在想跑 这三个家伙 没一个是正常的 脑子思路根本和常人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 他刚到四界之地 想要扎根 就得和四界之地内的本土势力 牵扯上关系 刚好又认识了谢叔叔 龙宣武 龙宣美 不管如何 五十年结束 他在北龙域内 认识这几人 倒是可以落脚安稳下来 罢了 我也去看看情况 说着 沐云朝着高山之巅而去 匍匐在山顶 看住前方十几里外 古墓大地之间 两座千丈高山 拔地而起 如同两尊守门神一般 傲然而立 两座高山之间 宽有百丈的距离 而此刻 在这百丈距离间 一道门户 升腾而起 那门户高三百丈 宽百丈 刚好镶嵌在两座山之间一般 门后后 依旧是连绵群山 穿过门户 应该就是秘境 沐云刚趴下来 龙宣武大脑袋凑了过来 开口道 看 不少人呢 门户前 站着两三百人 一眼看去 都是道问等级 这次百年试炼 参加标准也就是道问 一人进到十方进都可以 只不过过去五十年 四小界内 有不少原本道问巅峰的天骄 已经抵达道府天军 沐云现在也是确定 四界各大黄金级势力 总的来说 是比苍云镜整体强一个档次 因此 在这里 道问级别人物 倒是不会那么少见 不过自己这一走 两千五百年 云阁内 定然也是诞生了不少道问 只是不知道 新雅是否已经突破 到达道王 还是到达道新黄境了 苍云镜太小 新雅到达道新黄境 应该有些难 不过至少 现在是道王了 她并不知道 自己的亲娘 已经是派遣左膀右臂之中的右臂 亲自到达苍云镜 亲自教导王新雅 音术舞者得到音术强者的教导 那进步 飞一般的快 龙轩舞这边看住前方 乐呵呵道 古迹啊 五十年来 我都没碰到一个 我不得不说 沐兄弟运气真好 听到这话 沐云表情一正 运气 气韵 这话 她听了不少次 可而今细细想来 好像 真的有点气韵的味道 龙轩美 谢叔叔二人也是上来 谢叔叔围着面纱 戴着草帽 把自己包裹得像是粽子 龙轩舞看到谢叔叔这样 当即醋梅道 娘炮 你干啥 二哥 龙轩美不乐意说 你凭什么喊人家娘炮啊 她不是吗 她当然不是了 兄妹二人看住要吵起来 沐云在一边 心中无奈想着 人家是不是娘炮 你妹妹亲身体验多次 比你有发言权 第五千四百一十五章 如你所想 龙轩舞哼了哼道 还怕人家认出 她这个娘炮来 龙轩美彻底不乐意了 叔叔天生 能让别人为她倾心 发自骨子里的妹 挡不住 稍稍掩饰一下 省得惹麻烦 二哥 你忘了武林洞了 龙轩舞听到这话 吃笑道 还妹 妹个屁 老子怎么看她 一点都没有非分之想 只想打她 因为你是个钢铁直男 沐云心中吐槽 钢铁直男 如何知道谢叔叔的恐怖 钢铁直男 又如何知道 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在一起的快乐 更不会知道脑的乐趣 以及脑女女女的乐趣 龙轩美也是懒得搭理自己二哥 叔叔的好 二哥一个大男人 哪里都知道 这时四人趴在山巅 远远地看着前方 十几里距离 对几人来说 一切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一 不一会 龙轩舞便是惊讶到 那是孤皇阁的御南风 知道沐云不了解 四界之地的各方势力 和各个天才 龙轩舞继续道 孤皇阁 乃是上古狱 一大青铜级势力 御南风在上古狱的名气 就像我在北龙狱的名气 听到这话 谢叔叔 龙轩美 沐云三人 都是看向龙轩舞 不止钢铁直男 还自恋 还有下古狱 九星门的人 那是柳正清和花云竹 花云竹 那是一位身姿丰满 极为动人的妙龄女子 其脸淡圆润 光泽亮丽 很有气质 沐云特意看了一眼谢叔叔 似乎感觉到沐云的目光 谢叔叔苦闷道 没错 如你所想 嗯 沐云已经无话可说 或许 四界之地内的出名的女子 应该八成都和谢叔叔有一腿 谢叔叔继续传音道 当年也是一次外出 我受了伤 寄居在一城之地的一方玄石级势力内 那玄石级势力被一方黑铁级势力欺压 我看不过去 出手相助 结果自己也身陷险地 是花云竹救了我 日久天长 我二人互生情绪 久情不能自已 知道了 沐云懒得多说什么了 从龙轩美 到男如雪 再到这朵花云竹 沐云很想知道 这几位姿色颇为不俗的女子 在得知自己心爱的男人 同时也是心爱着别人 到底会是如何 沐云很期待那一天会到来 龙轩武继续说 看来 这古迹不简单 还好咱们碰到了 要是一位道新黄境的大人物留下 那得给一丝半点的机缘 就能让我们在道问更进一步了 龙轩武笑呵呵道 我曾听闻 有道问五行境的人 在青黄山脉古迹内 十年时间再度出现 已经成为道问十方境 新世界 依旧是古老的干坤大世界 只不过是被打碎了 重组了 规模和洪荒大世界有一定差别 可差别不大 新世界大地 最不缺的是什么 古迹 禁地 当年那一战 打得昏天暗地 世界崩溃 死了太多的道新黄境 道天地境 甚至无法进入天境 那些大人物 很多是直接被杀死 什么都没留下 但也有一些 自知必死无疑 留下自己的传承 以带有缘人 每一位闯入古迹内的舞者 都觉得自己 就是那个有缘人 就在这时 聚集在两座三支间 门户前的两三百人 彼此商议住什么 突然 那来自南阳门的南如雪 身影一转 玉手朝着山巅 直接抓来 鬼鬼祟祟 想要偷捡好处 滚出来 南如雪一声喝下 木云几人锁在山巅 轰然炸开 误会误会 就在这时 龙轩武身影出现在高空 哈哈一笑道 我们也是刚到 看到你们聚集在这里 龙轩武 看到是北龙玉龙家的人 南如雪 玉南风 花云竹 以及柳正清等人 倒是松了口气 大家都是四界大帝 各大域内 青铜级势力的天骄 彼此差距不大 倘若是四界黄金级势力内的天骄 出现在此地 那进入古迹 所得之物 也只怕守不住 毕竟 各大黄金级势力内 是拥有 道新黄敬等级的强大人物 有这些强大之被坐镇 那他们宗门家族内的天骄 在这五十多年过去 很可能已经到达 道府天君 道问神境 道府天君 这差距 可是很大很大 龙轩武 龙轩美 谢叔叔 木云 带着龙家几人 纷纷到达山前 孤黄阁的 玉南风看起来身材高挑 有些瘦 看到几人 不经醋没到 偷偷摸摸的 想捡便宜啊 玉南风 我们若是想捡便宜 钱翠遮掩气息好了 你觉得你们还能发现 龙轩武大大方方道 恰巧路过 当然得小心翼翼观察下了 嘴上这么说 龙轩武心里却是懊恼无比 就这么被发现了 真他们蠢 早知道应该让沐云兄弟凝聚遮掩气息道阵 这样男如雪 他们肯定就发现不了了 实际上 沐云是遮掩了自己的气息 但龙轩武三人 显然没有 既然没办法看住别人在前冲锋陷阵 自己在后简陋 那就只能和他们一起了 在场两三百人 引尖是以南阳门的男如雪 九星门的花云竹 柳正清 以及孤黄阁的玉南风为首 现在在家龙家龙轩武 龙轩美 算是四方为首 至于龙轩武和龙轩美身侧的两个青年 一个看起来不强大 另一个将自己包裹成粽子似的 估计也不怎么样 四界之地 金龙界内有七大玉 这其中 万佛玉和万妖玉两大玉 位于金龙界西方 是万佛门和万妖谷 这两大黄金级势力的大本营 两大玉占据整个金龙界三分之一地玉 位居中央的 最北方是上谷玉 中心是中龙玉 南方是下谷玉 然后就是位于东方的北龙玉 和南龙玉两大玉 七大玉之地 组成金龙界 龙家来自北龙玉 南阳门是南龙玉 九星门是下谷玉 孤黄阁是上谷玉 而且这四方都是青铜级势力 家族宗门内 有道王坐镇 因此 四方领头天才聚集 谁也不怕谁 再说 毕竟是来自同一界内 大家还是稍许有一些清静感的 当然 这种清静感 在面对质保争夺 那会立刻烟消云散 然后化作杀戮感 第5416章 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 既然大家都到这里了 那就一起开启这门户 看看这座古鸡 到底是什么所在吧 男如雪开门见山道 实则声势 若是被那几方黄金级势力内的天骄觉察到 咱们无疑是会极为被动 嗯 好男如雪 一袭白裙 身姿苗条 长裙体现出奇窑窍身段 尤其是上半身 高高凸起 很势不凡 不得不说 谢叔叔虽然烂情 可女人选择的还是很不错的 龙轩美有点傻白甜 这个男如雪看起来稍微冷淡 那位花云竹 一直没开口 不过身材丰满有姿 这一点 沐云觉得 谢叔叔和自己一般 是很有品味的 当然 沐云觉得 自己几位夫人 随便挑选出一位 也是吊打这三位的 毕竟 他的夫人 不只是他选择的 也有老爹的真选 这时 男如雪 龙轩武 花云竹 柳正清 欲南风五人 纷纷走出 男如雪开口道 这门户上存在道阵风镜 不过时间太久 被天地之力损坏的七七八八 以我们五人联手攻击 定能将其破解开 蛮力破解啊 龙轩武当即道 其他四人 纷纷不解地看住龙轩武 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 柳正清 一系青山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开口道 他虽在下古域九星门 可对北龙域龙家 也素有耳闻 龙家家主 而今子女四个 据说除了老大外 其他三个 都有问题 武道天赋是不错 可性子古怪 这龙轩武 看起来 有点傻 看到几人一脸质疑的表情 龙轩武当即哼道 道阵师破解不是更好 难如雪醋眉 旋即道 在场也有几位 四级道阵师 不过不太够看 至少要四级顶尖道阵师才行 这话一出 龙轩武眼神一亮 当即目光看向沐云 沐云感觉到龙轩武的目光 明白其意思 旋即暗暗摆摆手 龙轩武看到沐云摆手 点点头 随即道 我也结识了一位 超级厉害的道阵师 沐兄弟 来 听到这话 沐云一脸无语 这家伙 真的呆 既然大家联手可以破镜 就只是费点事而已 何必还要让他出手 该低调的时候 还是要低调的 听到这话 难如雪己人 纷纷够异地看住沐云 一袭墨色武服 武官还算俊俏 气质温和的沐云 是一位四级顶尖道阵师 其实龙轩武并不知道沐云是不是顶尖级四级道阵师 先前大家休养之时 沐云不展过道阵 是四级肯定没错 那数万道文铺天盖地而出时 真的很壮观 看到沐云站在原地没动 龙轩武急忙走来 拉着沐云 你不是到阵师吗 是 出手啊 龙轩武哼道 我一直知道 各遇天才 都觉得我龙轩武没脑子 他们都小看我 我就是要告诉他们 是他们没脑子 不是我 看到龙轩武一脸一正言辞的表情 沐云无言以对 你确实是挺没脑子的 喂 你到底行不行 欲南风看向沐云 催促道 莫要耽误时间 大家还赶着进入古迹内呢 几个锤子 龙轩武当即骂道 急着去送死啊 你 欲南风脸色一沉 可玄机想到 和这傻子争吵 到最后免不得打一架 谁也奈何不得谁 何必呢 龙轩武看向沐云 说 沐云兄弟 露一手给他们看看 这一刻 赶鸭子上架 沐云没办法 值得出手了 其双手一握 继而手掌表面 浮现出一道道 花团紧簇的道纹 逐渐 那些道纹 到达八万道之多 光彩耀人 龙轩武一脸得意的表情 彭佛凝聚出 这么多道纹的 不是沐云 而是他 屡屡道纹 覆盖到那门户之上 门户表面 有着强烈的反抗 气息迸发 正如南汝学所说 这封镜存在时间已久 损坏了七七八八 沐云并未担个多少时间 便是引诱门户上的道纹 为己所用 一炷箱时间不到 门户 开启 两扇水晶般的大门 缓缓打开 一股尘风的气息 扑面而来 令人心悸的气息 徐徐波荡 走 看到大门开启 大家毫无迟疑 纷纷涌入其中 龙轩武这时硕大的手掌 一拍沐云肩膀 哈哈笑道 好样的 沐兄弟 这家伙 比自己打开门户还开心 出发吧 龙轩武错了搓手 嘿嘿笑道 都打起精神来 但凡骨鸡 鸡欲多 危机多 死在里面 老子可不会 为你们掉眼泪 龙家众人 纷纷点头 刷刷刷 两三百道身影 纷纷冲入其中 不多时 水晶大门前 空无一人 徐徐 大门开始关闭 眼看着门户 只剩下一条缝隙之际 秀 天际之边 一道破空声 骤然响起 一道掌印 从天而降 那掌印 仔细看去 更像是龙爪一般 抓着两扇水晶门户 强制抵挡住水晶门户关闭 而紧接住 道道身影 出现在水晶门户前 领头一名男子 身材高大 比之龙轩武 不遑多让 身穿一件淡金色的长袍 气度非凡 双眼炯炯有神 周身自有一种强大 无可匹敌的霸气环绕 成哥厉害 其身侧一位青年黑黑笑道 这骨鸡得亏咱们遇到了 不然就便宜了这一帮青铜级势力内的弱鸡们了 身住弹精长袍的青年看住门户 眼神平静 徐徐道 勿要废话 都小心点 如果只是道王留下的骨鸡 倒是没什么 但若是道心黄静 甚至是道天地静人物留下的骨鸡 那就很危险了 有成哥在 我们不怕 是啊 众人纷纷哈哈笑了起来 青年脚步跨出 看住门户 旋即转过身 看向十几里外 一座高山山巅 圣天星 既然来了 一块进去看看 当青年此话说出 在场众人 纷纷神色一领 体内倒立滚滚而动 目光谨慎地看向远方 狮自成 这都被你发现了 一道无奈的声音响起 远处 一道道身影 踏空而来 落在水晶门户前 为首一人 一袭月白色长袍 气度圣灵空节 一眼看去 给人一种胸怀天地的气象 其眉眼如画 看起来很随和 狮自成看住眼前青年 淡淡道 你早就到了 躲在一边看热闹 何必 第五千四百一十七章 大碑掌 这话说出 圣天星不禁孝道 你不也是早就到了 躲在一边 又是何必 二人四目相对 隐隐间有火光迸发 圣天星 站在狮自成身侧的众人 看住眼前这个 深住月白色长袍的青年 心中警惕万分 天罗界 圣阳殿 圣天星 此子 可谓是名动 整个四小界的 天之骄子人物 五十年前 试炼刚开始 此子已经是道问巅峰了 而今 只怕已经是到达道府天军 不过 齐七夕未曾展现 他们这些道问 是看不出来其身前的 虽说这圣天星天赋非凡 实力强大 可他们的狮自成大哥 也非凡俗之辈 身为万妖谷 狂识飞龙一族的天骄 狮自成如今已开拓道府 真正跨入道府天军境 这样的修为 在整个四界大地 都足以排得上好 你凝聚几座道府了 狮自成看住圣天星 询问道 你呢 圣天星不打反问 是是 好 当时 二人身躯 腾空而起 山脉之地 千丈之高 两人身影处于那些 高山上半风之间 周身道里翻滚 刷 宫颈间 二人身躯碰撞到一起 蜂拥如江河海洋一般的道里 滚滚而出 一刹那间 方圆百里 竟皆是被两人强大的气场所笼罩 轰鸣声 不绝于耳 两位道府天军人物 彻底硬碰硬 一展插时间后 两道身影纷纷落下 来自圣阳殿和万妖谷的舞者 也是各自虎视单单盯着对方 走吧 师自成抬手之间 打开水晶门户 带着身边众人进入 圣天心这时也是笑了笑 带着随从舞者们进入其中 二人只是试探性的交手 古迹就在眼前 两人当然不会拼死拼活的 只不过是想知道 对方踏入道府天军境界后 到底处于什么层次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道府天军 身为大道神境第五大境界 到达这境界层次 都算是登堂入室了 还有一点也看得出来 新年前坤大世界 厄园灾难 处处大战 唯有到达道府天军级别 才有资格参战 哪怕只是炮灰 倒到身影 进入古迹 消失不见 古迹之地内 沐云 谢叔叔 龙轩武 龙轩梅等人 聚集在一起 这是一片苍茫的天地 天黑暗的 大地也好像被蒙上一层雾气 一眼看去 无边无际一般 而且 除了他们一行十几人外 也并未看到南如雪 与南风那些人 人跑哪里去了 龙轩武搔了搔头 随机到 不管他们了 先看看这里 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龙轩武看向沐云 嘿嘿笑道 沐兄弟 青黄山脉的古迹 你可能不太了解 都是以前的强者留下的 各式各样 形形色 色 这里面 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机缘 也可能 啥都没有 沐云点点头 十几人在这时 朝着前方广阔无垠的大地而去 约莫过了两三日时间 前方雾蒙蒙的大地上 出现一片焦黑的土地 而在那焦黑的土地上 处处皆是断壁残垣 甚至 还有海骨 看到这一幕 众人纷纷停了下来 龙轩武走在前面 看住地上一具海骨 手掌轻轻触碰 海骨化作尘埃 彻底腐朽 哎 龙轩武起身 叹了口气 此地应该是洪荒时期 一片战场 被裹挟到这古迹之地内了 这些海骨 可能都是一位为道府天君 道王 当年的恶人灾难 波及各个古老的强大世界 死去的道府天君 道王人物 那是无法统计的 大家小心点 看看有没有什么古怪的 十几人在这时纷纷散开来 焦黑的谷地上 枯松的瓦片 沙粒 一碰就碎的海骨 多得数不清 轩武大哥 一声呼喊响起 一位龙家舞者发现 一片废墟下 掩盖着几具尸体 这几具尸体 早就没了血肉 但骨骼还有着淡淡的光芒萦绕 掀开废墟 几人聚集 龙轩武仔细查看尸体上的痕迹 发现几个空间戒指 不过时间太久了 空间戒指内空间崩碎 里面存放的东西 不少散落出来 一些卷轴 道元石 都是化作废渣 什么都看不出来 但是其中 有着一道令牌 隐约可见两个字 刻印其上 孤皇 龙轩武搭配燃道 这可能是孤皇阁的先人 孤皇阁 龙轩武继续说 洪荒时期 孤皇阁就存在了 孤皇阁的第一任阁主 名叫孤承夜 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皇者 人称孤皇 当年的孤皇阁 也是一方黄金级势力的 不过恶人灾难大战 皇者 王者们 死绝了 现在的孤皇阁 就是当初孤承夜的后裔 这些事情 在四小阶阁势力内 一些古迹之中 也有记载 就算是皇者 在我们四界之地 呼风唤雨 人人敬仰 可在那时候 皇者 也是身不由己啊 谢叔叔这时叹息道 娘们唧唧的 龙轩武听到这话 当即道 皇者怎么了 武者的世界 讲究的是实力 既不如人 就得被人驱使 性命也不由自己掌控 这有什么好感叹呢 要想自己的命运 自己操控 那就成神帝 龙轩武这话 倒是没毛病 大家继续查查看 小心点啊 随即 众人散开 沐云看住 焦土之上的 处处残破景致 并未有任何想法 诚如龙轩武所说 这个世界 看的是实力 倘若他比神帝还强 那神帝如何算计他 突然 沐云目光看到一面石碑 石碑只剩下了一半 断裂处很是平整 像是被人一剑或一刀 切割开了一半 这石碑表面 尚且有着几分灵性 蹲下来 沐云手掌触碰到石碑表面 表面淡淡的符纹印记 在这时骤然闪烁 这等光芒 自然也是吸引了 其他人的注意 大家很快就聚集而来 石碑表面上的字迹 本来已经很模糊 但现在 却变得清楚很多 大碑掌 在那左侧位置 三的大字 闪烁着淡淡的金色光芒 大碑掌 几人不由促眉 这时 谢叔叔却是表情 带着几分惊讶到 难道是 万佛门的大悲道法 此言一出 龙轩武 龙轩美纷纷想到什么一般 眼神也是一亮 看住几人表情 沐云则是一脸不解 谢叔当即解释 万佛门新年 也是一方顶尖的 黄金级势力 佛门内 七大菩萨 在洪荒时期 据说也是极为 响亮的大人物 当然 七大菩萨 在厄园灾难大战 已经死去 龙轩武在这时 结果话道 现如今 我们金龙界内 两大黄金级势力之一的 万佛门 就是西年万佛门的 传承一脉 当年大战 死伤惨重 万佛门几乎灭绝 可传承还是保存下来了 因此 新世界开启篇章 万佛门 依旧是金龙界内的 一尊巨人 如今的万佛门内 依旧有七尊菩萨做主 不过没有当年的 七尊菩萨厉害罢了 据说当年万佛门 那七尊菩萨 都是接近地者 甚至有人 已经是成了地者 到天地境 地者 那等层次的存在 放眼诸天万界 都是属于强者范畴了 道府天君 登堂入室 道天地境 威震一方 大悲道法 正是万佛门 一门超强道爵 传承至今 大悲长 正是其中一事 龙宣武看住断悲 不由嘖嘖称其道 古迹之地 果然不凡 咱们居然能在这里 碰到大悲长 这一事的记载 大悲道法 看谢书和龙宣武 这等表情 想来也是一门黄品道爵吧 五品道爵 对应道府天君 道王境界 也被称为 王品道爵 六品道爵 对应道心黄境 也被称为 黄品道爵 现在所在的四小界 顶尖强者 就是道心黄境 黄品道爵 必然是最为珍贵的 至于七品道爵 也被称呼为 地品道爵 想来 应该是没有 就算是有 没有道天地境 强者产生 各大黄金级势力 也不敢拿出来 一旦拿出来 那不就会被 钻石级势力抢走 毕竟 黄金级势力之上 就是钻石级势力 拥有道天地境的大人物 按照谢叔叔 几人先前所说 钻石级势力 坐镇一界 而且是十法古界内的 中等世界 超越钻石级势力的 超级势力 坐镇一大界 那就该是拥有 超越道天地境的 更恐怖的 大道神境 极之强者了 最初听到 这十法古界内的 势力牌号 沐云还觉得不可思议 可后来仔细想想 似乎 挺好的 层层叠叠 错落有致 将来若是自己 能成为这片天地的主人 也试试看 只有这一世的法门 我们可以修行 一门道绝 如果只是修炼 其中一部分 未必是好事 听到这话 龙轩武却是黑黑笑道 为何不可 这可是黄品道绝 仪式的法门 都比我们接触到的 四品道绝 黄品道绝 要完善很多倍 听到这话 沐云也是一栋 这半面石碑 是仪式 可能整面就是两世了 可惜 谢叔叔感叹 一门黄品道绝的 其中仪式 若是他们能参悟透了 在道问级别施展出来 纳维能 绝对是比一般的 四品道绝 要强大数倍的 沐兄弟 破了上面的符咒 咱们试试看 能不能修行 好 沐云站定石碑前 双手之间 道纹不断浮现 一缕缕道纹 如同一道触手一般 附和在石碑上 旋即 几人耐心等待 沐云不断尝试破解 符文奥妙 可时而眉头促起 时而脸色舒缓 看起来并不简单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 石碑表面 道道字符 在这时更加清晰 而且趋于完整 众人看到这一幕 表情更是惊讶无比 这才是完整的 大碑掌法术口诀 沐云这时收起道道纹 松了口气 看向几人 笑道 好了 这门大碑掌 大家可以一起钻研修炼 听到沐云这话 几人纷纷凑近 可就在这时 石碑上 道道字符 宛若油龙一般 脱离了石碑 直接朝住沐云眉心钻去 沐云整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下一刻 他只感觉到 自己脑海内 出现一尊光伟暗的身姿 身住袈裟 体态高大 气息十足 那道身影 在自己魂海内 一遍又一遍地运转道立 演化大碑掌 而同时 大碑掌的口诀 在自己魂海内 一遍又一遍地响起 那和尚身影演化一遍 他对大碑掌的领悟 就凝聚一次 好奇怪 这种感觉 好像是这和尚 代替他 在修炼大碑掌 可修炼所得的领悟 却都是融合在他自己体内 足足又是过了一个时辰 沐云呼了口气 突然睁开双眼 神色一亮 而这时 龙轩武 龙轩美 谢叔叔等人 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盯住他 呃 沐云看住眼前空荡荡的石碑 无奈道 我 这个 不是我 龙轩武急忙道 我们明白 明白 你是不是学会了大碑掌 想了想 沐云点点头 他感觉到 自己对大碑掌的修行 似乎是到达极致 只要他想 就能直接施展出来了 好事好事 龙轩武再度道 不用修行 直接掌握 看来这半面石碑 并非偶然所留 一位龙家子弟嘀咕道 我总觉得他是故意的 砰 那弟子话落下 龙轩武直接一脚踹飞 故意你个头 龙轩武哼道 沐兄弟是那种人吗 其他几位子弟 这时缩了缩脖子 沐云苦笑道 我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事没事 龙轩武哈哈一笑道 本来闯鼓机嘛 就是看大家各自的能力 沐云点点头 即便几人不信 他也没办法 这大碑掌 确实是直接融入他脑海内 而且 他有种想吐出法诀 却被一种 无形规则阻挡的感觉 也就是说 就算他想传递给龙轩武几人 也做不到 继续找 继续找 龙轩武下令 这废墟看起来不简单 于是乎 道道身影散开 沐云仔细地想着刚才那种感觉 不得不说 实力越强大 越是有着不可思议的手段 沐云越来越期待 期待自己到达道府天君 到达道新皇境 到天地境 你们来看这里 就在这时 谢叔叔声音响起 几人立刻聚集 谢叔叔此刻站在一片废墟之上 这片废墟 地面看起来还算前进 上面刻印着许许多多 古怪且繁琐的文艺 又是道文 那些古老的强大人物们 是不是个个都是道阵师啊 留下来的东西 全部都得道阵师才能破解 第5419章一声叹息 实际上 这就是镇师的好处了 大镇 不只是可以用来防护 用来杀敌 也可以用来 作为封锁一方地狱的手段 历来古迹绝地内 许多古老的宫阙 天地内 都有着镇法的凝聚运转 一座古迹内 可以说 没有镇法加持的话 是不可能躲得过 悠悠岁月的腐蚀 沐兄弟 你看看 龙轩武退后一步 让开位置 听到这句话 其他几位龙家子弟 脸色古怪 木云破解 好处 别又钻到木云身体里去了 只是龙家几人之中 虽然也有道镇师 可都是一级二级 三级阶段的 根本不够看 木云看住地面 四面十丈范围内 古怪繁琐的文印 好像烙印在地面上 废墟 其他地方看起来 都是杂乱无序 可是这里 看起来却很前进 或者说 飘荡到这地方的杂物 都被这些古怪的文印 给化作积粉 荡然无存 这一片区域的前进 有些过分了 我来试试看 木云让十几人 纷纷退开十几帐外 以防不测 其身影站在中央 身体四周 道文加持 恐怖的气息 不断弥漫 道文 本是由力交织压缩 勾勒而成 道文蕴含着的道力 也是极为恐怖的 若非如此道阵 诗的品级 也不可能和道镜舞者 实力挂钩 就像道文舞者 就算道阵天赋再高 想要成为五级的 王道镇师 也是很难 木云专心研究 地面上的复杂文印 其他几人 也是静静等待 龙轩舞看住身边 几个龙家子弟 再度道 一个二个的 嘴巴都闭紧了 少在这里乱七八糟的 叽叽歪歪 听到这话 几位龙家子弟 缩了缩脖子 先前说木云 也是随口一说 谁知道龙轩舞会生气 龙轩舞是耿直 可不是傻 木云要真想独吞大杯掌 钱翠不叫他们自己 偷偷摸摸破了上面的封镜就是了 自己身边这几个家伙 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再说了 先前木云可是搭救了他们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大家也是散开 再看看废墟其他地方 有没有什么古怪 突然一刻 瓮 天地之间 光芒生腾 木云所在的位置 突然有着一道光柱 拔地而起 光芒璀璨 怎么了 众人纷纷再度聚集起来 只看到木云站在光柱内 四周有着文印升起 组成一道篱拜园子一般情景 是传送镇 木云开口道 传送距离不算远 好像还是在这古基内 但却是另一个地方 搜搜搜 龙轩武这时开口道 赶紧上去 上去 古基内的传送镇 距离不是很远 说不得是传送到什么宝地 反正先去再说 这里他们也是查探半天 没其他古怪的了 一道道身影走入光芒笼罩范围内 木云这时又是严肃到 可能是好地方 也可能是坏地方 大家优住点 笨问 光芒一闪 十几人身影 消失不见 好像是过了很久 又好像只是一瞬间 光芒再度生腾 十几人出现在一片宫阙内 放眼看去 这里是一座广场 广场内部 有好几个如他们所在的位置一样 刻印着浮路 都是传送阵 而此刻 目光看住四周 可以发现 广场外 有着一座座 零次致笔的宫阁楼 高大奢华 光芒四射 龙轩武等人 立刻欣喜起来 这肯定是从古迹边缘 传送到古迹核心地方了 但凡古迹 能留下这样建筑 规模完整的区域 那这里肯定不简单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龙轩武黑黑笑道 绝对是好地方 万一得到盗王级别 皇者级别人物的什么传承 一步登天 尤为可知 不用龙轩武说 十几位龙家子弟 一个个也是兴奋起来 很快 一行人等 离开这座广场 朝着左侧方向而去 沿途锁过 一座座宫廷 楼阁 十几人也是一一进入 只是 此地宫阙楼阁不守 十几人一起明显太慢 大家最后散开 有事随时支援 沐云一人独行 进入一座宫殿内 偌大的宫殿 左右两侧 还有两座副殿 沐云在整座大殿内 查看半天 也无什么收获 继续下一座宫殿 如此这般 足足过了半日时间 依旧是没什么收获 前方 一座菱形高塔 傲然矗立 高塔大门敞开 沐云小心翼翼 跨入其中 进入高塔内 沐云感觉到 四周有着莫名的气息 似乎锁定了自己 这种莫名的气息 让沐云觉得心神微微移荡 一步步入了塔内 看住四周 塔身内侧 雕刻住一幅幅画卷 画卷古朴无华 一幅一幅地展开 在整个古塔内部 衔接起来 那画卷内的记录住的 都是荒兽 沐云平击住 头顶上方照射下来的光芒 看住一幅幅画卷 其中一幅 描绘的是一只胶 胶身子蜷缩 脑袋缩起 但是一双眼睛 却是格外有神 好似折服状 随时准备出击一般 还有一幅 则是一只雄鹰 说是鹰 可其头顶 有着如山月般的肉观 光芒四射 其双爪张开 似乎要抓住什么 还有几幅画 都是栩栩如生 画中的荒兽 一个个活灵活现 而且隐隐间展现出一股气 直到看向最后一幅画 画中是一位男子 手持一剑 画面中的男子 是背对住墓云的 此人一身轻衣 长发随风散开 身姿修长 随意 一眼看去 颇有几分随风一般的优雅随和 当然 看不到正脸 沐云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环顾一周 看住这几十上百幅画卷 并无其他独特之处 沐云转身便是准备离去 哎 可就在这时 耳边似有一道虚无缥缈的叹息 转瞬即逝 幻觉 沐云脚步顿住 谁 转过身 看住塔内空荡 除却画卷上的画面 再无其他 沐云神色凛然谨慎 这是什么鬼 其一步一步 再度退回高塔内 敢问是哪位前辈在此 沐云拱了拱手 认真道 过了好一会 并无声音响起 沐云不由摇了摇头 刚准备离开此地 那道叹息声 再度响起 哎 这一次 声音很清晰 很透彻 你也是剑修 有剑心三进之意 看不出这画卷内的剑术吗 声音带着几分期望 几分失望 说不出的复杂 第5420章 画中男子萧九天 沐云目光看住 四周一幅幅画卷 目瞪口呆 还真有人 不过 剑术 剑术 哪里体现出剑术了 说在下眼镯 没看出哪里有剑术模样 那道声音 带着几分不甘 道 果真没看出来吗 笨 旋即 那声音带着几分冷淡 开口道 有眼无珠 听到这话 沐云几步走出 来到这一幅幅画卷之中的最后一幅画前 是你吧 画卷内 那一手持剑的身影 看起来格外的萧瑟 是又如何 画卷中的男子 缓缓转身 可却是侧对住沐云 只露出半张脸来 这家伙 男子继续说 你可知本座西年巅峰 是何等层次 不知 男子冷傲 本座乃是一位真正的道心黄境人物 这塔内的画卷之中记载的 正是本黄引以为傲的成名剑法 无望剑法 无望剑法 沐云眉头一条 你好歹是剑修 剑道之星到达三境层次 在你这个境界 也属于极为罕见了 居然看不出来 听到这话 沐云不由笑道 你都说了 是你这位道心黄境强者的成名剑法 我看不出来 难道不行 听到这话 那画卷之中的男子倒是微微一愣 好像 确实是 不不不 男子摇头道 你居然一点都没看出来 这不可能 沐云继二道 是我愚笨 看来此剑术与我无缘 说着 沐云拱拱手 转身便欲离去 不准走 可就在这时 男子却是骤然开口 手掌一挥 剑气呼啸而出 恐怖的气息 在这时凝聚 塔山大门 轰然关闭 一股速杀之气 扑面而来 沐云立刻紧握不动冥王剑 体内剑气呼啸而出 时时谨慎小心 王道之气 那身影看向沐云 带着几分惊讶到 小小道问 以王道之气为兵刃 还真是够胆大 自身实力与神兵凭借不符 对自身实力爆发 是有很大的影响 男子继续说 若是神兵弱了 自身实力爆发受限制 可若是神兵太强 自身爆发也会被打乱 沐云不由笑道 这把剑与我在一起多年 早已经与我心意合一了 在一起多年 心意合一 话中男子露出的一只眼 勾意地瞥了一眼沐云 看得出来 似乎这小子并未撒谎 前辈怎么留我 沐云继续说 我既没看出前辈 在画中所留的剑术 想来资质愚钝 前辈还是让我走吧 那不行 男子开口 肃然道 你见心三尽 不可能看不出来 再仔细看看 若是无法看出 我所留之奥妙 你就别想离开这里了 我会将你关在这里 一千年亿万年 直到你看出这端倪 听到这话 沐云愣了愣 什么意思 硬传 沐云无语道 你若是想将剑术传给我 那就直接传 若是不想就让我走 关我是何意 男子听到这话 低头思考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 可玄机 男子摇头道 你说的不对 我费尽心机 将剑术演化在这画卷之中 你若是瞧不出来 那岂不是我的心血都白费了 你再看看 仔细看看 一定可以这家伙 神经病吧 此人自称是道心黄境 那剑术应该是黄瓶等级 黄瓶剑术 沐云当然想要 可 没那么想要 毕竟 他现在只是七星境 还未到达道府天君境 更别提道王之境 距离道心黄境 还远住呢 一门黄品剑决 不如王品剑决 对他更有用 而且 谁知道此人说的真是假 此刻 沐云也没办法 站在画卷前 画中之交 栩栩如生 脑袋缩起 眼神锐利 看出什么来了吗 男子再度到 沐云摇摇头 接连又是将一幅幅画卷看了一遍 沐云什么都没看出来 沐云又看一遍 画中之交 还是那般栩栩如生 但什么都看不出来 还没看出来 没有啊 沐云也是有些烦躁 你怎么这么蠢笨啊 画中男子恼怒道 你看这只吞云胶 其身躯蜷缩 暗藏爪风 脑袋缩起 实则是随时准备弹射而出 这就犹如一位剑客 出剑之计 暗藏自己剑锋 让人注意到的是剑客自身 而非剑客手中的剑 如此一来 一剑出 似胶之爪 风锐不可挡 而且 你看住娇身 画中男子 激励呱啦开始讲述起来 话语之中 满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当男子声音停下 沐云看住男子 表情古怪 你是不是有病 沐云忍不住吐槽道 这幅画中的胶 我并不认识 吞云胶 我并未听过 更不知道此胶还有爪子 我怎么看得出你说的那些 呃 画中男子 表情一正 当真看不出来吗 当然看不出来了 接下来 梁九的沉默 画中男子转过身 还是原先那幅场景 世外高人般的超然 塔内 陷入沉静 沐云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好一会 男子副手而立 手中长剑也不见了 唉 可惜可惜 我花费数百年心血 做出这些画卷来 却没想到 有此瑕疵 男子继续说 想不到我萧九天 一生光明磊落 问到无敌 结果竟是有此瑕疵 年轻人 是我错了 既然如此 我传你一套剑法 你可愿接受 听到这话 沐云眉头一挑道 不愿 哈 萧九天身影一转 看向沐云 喝倒 臭小子 我这可是真正 超然绝妙的一门 王品剑诀 世间王品盗诀千千万 可我这门剑诀 绝世是世间无敌 不稀罕前辈放我 离开吧 不行 萧九天怒急 哼道 做不到 也得做到 从这话中 男子出现到现在 沐云都觉得 这家伙 神经病 他的剑术 沐云真不敢学 当然 虽然历来 沐云在每个境界层次 都会学习剑术 从未放弃过 自己剑道的旅程 但在这四界之地 沐云觉得 自己还是有机会 接触到更多 更高品级的剑术 第五千四百二十一章 望我剑法 现在 立刻 不学也得学 萧九天哼道 我让你学 你就得学 说着 萧九天手掌一握 掌心内 道道力量迸发 话中 恐怖的气息席卷而出 紧接住 沐云手掌一握 不动冥王剑杀出 风之极剑绝 肆虑而出到 风刃般的恐怖剑气 剑道知心三境 同时融合 坑 剑气与那恐怖的力量汇聚 光当一声 沐云身躯一颤 好恐怖的力量 沐云感觉到 画中力量波动 脸色微变 前辈是死人还是活人 沐云面色一沉 画中男子 转过身来 其身躯四周 无形光芒笼罩 俊俏的面容 带着几分细血 眉宇之间几分细血之意 笑音音道 你猜 我猜你娘哦 无望剑法 王品道诀 当年我在道王级别 以此剑法 曾斩杀道星黄境人物 画中萧九天 手掌一握 肠肩再度凝聚 无望剑法 没有固定招式 剑招随心而动 可如鹰爪一般锐利 画雨落下 萧九天手中之剑 在这时轰然翻转 一剑斩出 恐怖的剑鸣声 从画卷之中响起 木云二话不说 施展风之极剑绝 剑神风 一剑如神风 快切狠 可是 筐汤 木云整个人区 倒退数十丈 狠狠砸在了墙壁之上 背后墙壁 出现凹槽裂痕 木云张嘴 一口鲜血喷出 看到了吗 萧九天妖娆的眸子之中 闪烁出几分得意 笑道 这就是如鹰损一般快的剑气 我这一招 就是从鹰损攻击之中领悟而出 我喜欢称呼为鹰剑 不过 忘我剑法 没有固定招式 需要掌控住几种意 所以 你大可不必 按照我的命名来称呼 你可以命名为雕剑 损剑 都行 木云此时吐出几口黑血 看向萧九天 闷闷道 这难道不是因为你的实力比我强 才导致我受伤吗 听到这话 萧九天当即到 不可能 别胡说 这是忘我剑法的高超 我再教你一事 虎剑 剑出如猛虎下山 剑气还没到 就有一种让对手觉得 我死定了 我完蛋了 我挡不住这一剑的溃败感 说着 萧九天再度出剑 木云无奈 只得出手抵挡 可话中萧九天 明显实力比他强大 攻击自然比他霸道 很快 随着虎剑 狼剑 龙剑 熊剑等一招又一招的剑势杀出 木云在后方墙上留下的凹槽 也越来越多 其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萧九天完全是在以利欺人 剑招的强大 木云没体会多少 可萧九天的强大 木云却是体会不少 有本事 只过剑招 你不要引道力 看看谁的更厉害 风之极剑绝 木云修炼到现在 从入门到小城 再到大城 而后圆满 此剑绝的蜕变 是显而易见的 可眼下 萧九天胜之不武 哼 萧九天吃笑一声 开口 忘我剑法的强大 你没有领悟 不稀罕 木云气喘吁吁 看住话卷内男子 二人在这时 谁也没开口 你到底是活人 还是死人 死人会跟你说话吗 萧九天冷淡道 木云确实道 一些强大人物 死前可留下一抹意念 倒也能够做到 萧九天呵呵一笑 能杀死本座的人 还没出声呢 这话说出 木云不禁笑道 既然如此 你怎不从话中走出 这话里待着舒服 我不想走出去 木云恍然大悟 你是被人封禁了 放屁 话中的萧九天 顿时嗷嗷叫道 我没有 别瞎说 不可能 看你这反应 我说的是真的 又是一阵寂静 徐徐 萧九天开口道 我当年参与了 十法古界之战 差点深思 就被人封禁在这话中 不过我的肉身 在当年打得西八岁 现在你看到的 只是我的魂魄罢了 没有肉身了 木云笑道 果然是被人封禁的 递者封禁你的 递者算个屁 萧九天哼了哼 觉得有些失态 咳了咳 覆手而立道 你不必管 我在这里 已经多年 也习惯了 小子 这些话卷 是望我剑法奥妙所在 我赠给你了 你带这话卷离开吧 待你到达道府天君之境 就能明白 本作所说的奥妙之处了 望我剑法的强大 在于对荒兽的公杀本质理解 说着 萧九天手掌一挥 一道道图卷 在这时脱离了墙壁 卷到一起 累在一起 静静悬浮在沐云身前 足足上百幅画卷 沐云很想说 不要 但看着萧九天的表情 自己不要 只怕萧九天 是不会让自己离开了 沐云将一幅幅画卷收起 既然如此 晚辈告辞 说着 沐云转身准备离去 你别走啊 萧九天站在画中 招了招手 沐云转过身来 好奇道 前辈还有事 你这人 拿人手短 吃人嘴短 我赠给你一门网品道决 你不得表示感谢 沐云无奈道 前辈 我身无常物 怕是无法报答你了 不不不 我不要你的什么东西 我只需要你帮我一个小忙就行 小忙 萧九天笑道 很简单的 我是被人封禁在这画卷内 几千万年上一年来 这画卷与我一体 隐隐间就像是我的身体了 但是 这画卷是被封禁在这古塔内 你到上面 帮我把古塔封禁破了 我就能获得自由了 搞了半天 在这等住呢 这不就是想让他出手 破解封禁 还口口声声说着赠予网品道决 这家伙 未免太不要脸了 怎么做 简单简单 萧九天激动起来 我关你到问七星镜 实力不俗 见到知心三镜 以你这个实力 到达这个渐镜级别 也不简单了 萧九天嘿嘿笑道 破除封禁 不是看你境界实力有多强 而是看你天赋有多好 沐云听着眉头促起 他总觉得 萧九天 有点坑 很直观的感觉 并没有什么证据 你现在听我的 萧九天再次说 我将你送到封锁中心 你破解封禁 我脱身 你安心拿着我给你的网品盗绝 也不用觉得我亏欠你什么 第5422章是我封禁他的 听到这话 沐云嘀咕道 我本来也没觉得我亏欠你什么 这门剑诀 我并不想要 萧九天又是严肃道 不要耍小心子 我告诉你 这门道诀 爆发强大得很 你掌握到那种意 就能将此诀发挥到极致 受之意 萧九天补充道 沐云继续说 前辈 你就说该怎么做就好了 听到这话 萧九天满面笑容道 如此可叫 如此可叫 我将你送入封锁核心 说着萧九天一剑胜过一剑滑出 道道剑气 萧之城剑纹 环绕在沐云身躯四周 恐怖的剑气呼啸而出 令人心悸的气息 在这时营绕不散 剑纹如同道文一般 乌叶之声响彻四周 紧接住 沐云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腾空而起 不受自己掌控 等等 前辈 沐云开口道 你还没告诉我 该怎么做 听到这话 萧九天一手摸住下额 沉思道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先进去瞧瞧 我 曹 你 沐云话未说完 整个人已经是被一道光芒 直接笼罩 身影消失不见 萧九天再度道 别骂人 我确实是不知道 天地旋转 时空颤动 沐云不知道是过去一会时间 还是过去了多年 紧接住 他整个人出现在一片飘渺的时空之间 四周一眼看去 天地昏暗 大地尘土纷飞 天空狂风怒嚎 而在天地之间 有着一座山 静静出地 高山扬指 沐云站定于山前 看住高山险峻 意识之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什么静止 怎么破镜 毛都不知道 那个萧九天 到底是什么人 时好时坏 如果真的帮助其破除静置 万一反过头来杀了自己呢 一时之间 沐云心中思绪万千 而就在这时 前方高山 一道身影 缓缓凝聚而出 出现在沐云视线之中 沐云思索片刻 朝着高山而去 来到山脚下 那道身影 盘坐在地 一身清爽的服饰 看起来带着几分潇洒自如 你 沐云看住那道身影 愣了愣道 萧九天 什么鬼 萧九天 怎么出现在这里了 听到这话 那道轻衣身影 微微一正 旋即 轻衣身影笑了笑道 小友认错人了 我认错你娘西匹的哟 沐云当即上前 手掌拍着眼前之人 哼道 你把我送进来 倒是告诉我 如何破镜啊 不然怎么救 嗯 可是 沐云话说一半 却是愣了愣 这感觉 眼前此人 好像 真的不是萧九天 细细看去 其容貌神态 和萧九天 几乎如出一辙 可是 其美与双并肩 几分白发 以及眼角的鱼尾纹 却是看起来显现出 几分岁月留下的痕迹 萧九天 虽在画中 但看起来倒像是 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 但这人 看起来像是三十几岁的 萧九天 沐云缓缓松开了手 退后几步 男子笑着说 下名叫萧六天 乃是萧九天的父亲 萧六天 沐云脱口而出道 他爷爷是不是叫萧三天 萧六天一愣 旋即道 你怎知道 萧六天咳了咳 几分尴尬道 我祖父名叫萧一天 我父亲名为萧三天 我为萧六天 我儿子为萧九天 沐云已经无力吐槽 这老萧家 看起来似乎 不太可靠 萧九天的儿子 是不是就得叫萧十二天 脱口而出 沐云愣了愣 玄机摆手道 我随便说的 前辈别在意 未尝不可 萧六天听到这话 却是表情一喜 笑道 公子可以告诉全子 给我孙子取名为萧十二天 沐云已经无力吐槽 他觉得萧九天已经很古怪了 可又觉得 换作是他 被封锁上一年时间 魂魄体形态存在于话中 可能他也会不正常 可是现在看来 不是因为封锁的原因 是因为萧九天 但父亲萧六天 就是这么不靠谱 前辈 萧九天传给我一门王品位 听到这话 萧六天脸色古怪起来 沐云隐隐觉得 这门盗绝 肯定 不行 沐云继续说 让我帮他解开封镜 所以 我来到了此地 如何解禁 我不知道 听到这话 萧六天徐徐道 唉 他已经在剧魂魄 苏醒了 在剧魂魄 苏醒 又一个苟起来的 躲过大劫的人 萧六天徐徐道 当年 是我封镜他的 沐云 不 萧六天苦笑道 恶人灾难 我萧架一脉 我祖父 我父亲 我 我儿子 皆是上了战场 进阶战死 我看到我儿子 被人撕碎了魂魄 于是乎 以自己的最后生命精气为代价 将他残魂聚集 如果你觉得他不正常 其一 可能是魂魄运养归一 可并不完整 脑袋有点神经质 沐云脱口而出道 那其二呢 其二 他魂魄聚集完全 并无事 他原本就是如此 神经质 好吧 轻爹吐槽 最为致命 当年一战 我萧家几乎死伤殆尽 所存活族人 实不足一 我不想让他死 因此将他残魂聚集 封禁起来 等待将来 他能够复苏 我明白了 沐云随即道 如此说来 前辈可以解开封禁了 他已经复苏了 沐 云这些年来的遭遇 也是发现一个问题 从最初到现在 萧家 叶家 林家等 这些姓氏的家族 都不简单 终有一日 沐家 才会是这苍茫新世界之中 最不简单的家族 萧六天看了看沐云 看了看自己 徐徐道 我解不开 沐云 哦哦 萧六天苦涩地笑了 笑道 我确实是解不开 不过我知道如何解开 可以告诉你方法 只是这方法 有一定的危险性 小友 你若是愿意 在下感激不尽 你若是不愿 在下也不会勉强 沐云看向萧六天 认真道 危险很大 很大 可能会让小友陨落 听到这话 沐云表情一正 随即严肃道 前辈 我选择放弃 不过 萧六天这时继续说 你若是能解开封禁 那封禁内 有一株无尽圆道树 应该诞上了圆道果 一颗圆道果 足以让你踏入到 问八卦境 甚至九宫境 前辈 沐云正色道 我被修饰 侠干一胆 助人为乐是根本 我爹娘从小就教导我 出门在外 该帮别人一把 就帮一把 晚辈义不容辞 前辈还请告诉我 如何破解静置 看到沐云一脸肃然的表情 萧六天倒是愣在原地 变脸这么快 第五千四百二十三章 进退不得 沐云脸不红 心不跳 正色看向萧六天 危险 当然怕 可无尽圆道树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神术 但是能够帮助他 到达八卦境 甚至九宫境 那可是省区多年苦修 值得意识 萧六天随即到 看到后面的山了吗 登上山顶 将那符咒取下 便可破开封境 我已经是残破意念 自然做不到 你可以的 山顶位置 有一株无尽圆道树 上一年时间过去 应该是接出了圆道果 你吞服一颗 到达八卦境 并不困难 沐云认真的到 那从山脚到山顶 有什么危险 萧六天摇头 时间太久 老夫记不得了 沐云对这对父子 已经是无力吐槽了 可以想到 无尽圆道树 圆道果 沐云觉得 值得闯关 心中这般想着 沐云朝着山脚而去 到达山脚下 看住巍峨高山 沐云一时之间 心旷神医 在这座山脚下站定 他觉得自己 无比的渺小 去吧 少年 注意安全 沐云点点头 起脚步跨出 朝着高山山道而行 看到沐云身影离去 萧六天盘坐原地 叹了口气 唉 不到道府天君 怕是九成九的可能 是登不上去的 年轻人 可惜你了 萧六天叹了口气 不再说什么 沐云在这时 踏上高山 到达百丈高度之际 除了山体有些陡峭外 并无其他异常 沐云不禁怀疑 是否这事件太久 山体上的封禁 自动消失了 不是没这个可能 这般想着 沐云也是越发的小心 越是这时候 越是不能大意 到达三百丈距离 还是没什么危险 沐云想了想 安心不少 如此这般 到达千丈位置 沐云终于在前方 碰到一只蓝鹿虎 是真的虎兽 那只虎兽 身躯足有九丈高 长近乎十五丈 全身上下 毛发闪烁着紫黑光芒 一双虎眼比同龄还大 死死地瞪住自己 这是什么荒兽 此刻 紫黑毛发虎兽 也是发现沐云 二话不说 从地上起身 朝住沐云 一步步走来 明明是在走 可是 其速度却是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沐云二话不说 加快速度 亦是朝着紫黑虎兽 重出 吼 一声怒嚎 紫黑虎兽 嘴巴张开 心味扑鼻而来 沐云强忍住恶心 手中不动冥王剑 一剑杀出 剑到知心三尽 再配合剑神风一试 轰 倒倒剑气撞击到 那音波虎啸之上 恐怖的声浪 席卷而出 煞时间 沐云感觉到自己耳膜 似乎都要裂开了 强忍住恶心的感觉 沐云一步步朝前方踏出 陡然一刻 虎兽似乎因为自己一声怒嚎 没能将沐云击溃而心生愤怒 其虎兽猛然抬起 下一刻 沐云感觉到 自己身躯四周的空间 似乎被禁锢 铺天盖地 无数虎兽朝着自己脸上 直接拍过来 不动冥王剑 再度斩出 轰隆隆 惊天动地的轰鸣 彻底爆开 沐云身躯倒退数百丈 砸在山体一侧石壁内 一个大字凹槽出现 当沐云爬出凹槽之际 看住眼前紫黑虎兽 脸色煞白 马德 道府天君及荒兽 这一事碰撞下 沐云清晰地感觉到 这大家伙的恐怖之处 绝对不是道问等级的荒兽 不打了 不打了 这才千丈未知 谁知道接下来 会是什么鬼东西 万一蹦敲出来 道行黄境等级的荒兽 那他必定死翘翘 沐云身影即刻倒退 可刚下山百丈距离 下山道路上 一只蟒蛇荒兽 盘旋在山道上 抬起头 吐露蛇性子 看向沐云 蟒蛇身躯长足有十几丈 水缸一般粗 虎视眈眈的模样 让人头皮发麻 沐云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 刚才 他上山之时 这里 没有这只蟒蛇 退路有蛇 进路有虎 沐云突然觉得 好像自己 被忽悠了 萧六天 萧九天父子 真的不是正常人啊 他怎么能相信了 不正常人的话呢 可眼下 毫无办法 沐云一咬牙 朝着蟒蛇冲杀而去 不管如何 距离山顶还远住呢 可距离山下不远 那蟒蛇看到 沐云冲来 硕大的身躯 猛然腾空而起 沐云意见杀出 剑神风施展 可下一刻 蟒蛇蛇尾一扫 砰 沐云整个人翻滚几百次 搞搞抛弃 迅猛坠地 扑 一口鲜血喷出 沐云脸色更苍白了 这只蟒蛇 比刚才那只虎兽 更凶猛 骂得 住了道了 沐云无奈骂了一声 这蟒蛇 也是道府天君级别 却是远超虎兽 沐云知道 多挨几次蛇尾抽打 他只怕性命不保 没办法 只能退回山上 紫黑虎兽 再度出现 双眼炯炯有神 看住沐云 充满吸血 你得一个毛 沐云手掌握剑 直接骂道 那大蟒蛇比你厉害多了 老子先杀你 听到这话 虎兽彻底震怒 前爪猛然抓地 大地之上出现道道裂痕 不动冥王剑 再度爆出璀璨剑芒 道问七星镜气息弥漫到极点 剑神风 一剑杀出之际 沐云瞬间 体内爆发出恐怖的煞气 血域化龙爵 施展而出 血玲龙 闯天龙 化神龙 天神龙 四道千丈龙影 呼啸杀出 而同时 沐云手掌握剑 剑出如风 又是一剑 直接斩出 苍生斩 一剑如风 呼啸不止 恐怖的气息 爆发出道道 低沉震耳的风声 剑神风被虎兽猛爪 直接抵挡 而紧接住 沐云全身上下 力量爆发到极致 四道血龙身影缠绕而出 虎兽感觉到一丝威胁 可不是从杀来的四只 血龙身上感觉到的 而是后方 沐云那杀出的一剑内 释放而出的 他全身拱起 紫黑毛发光芒更加闪亮 整个身躯从数丈高大 化作百丈高大 砰 一爪直接拍下 一道血龙身躯 直接被碾碎 而紧接住 其虎尾横扫而出 砰 又是一道血龙被击碎 两道血龙溃散 虎兽此刻来不及去灭了 另外两道血龙了 因为苍生斩凝聚的 一道千丈剑气 已经斩下来了 第五千四百二十四章 古怪形山路 轰隆隆 山岳千丈高度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彻底响彻开来 苍生斩 毫无疑问 是远超风之极剑绝的 就算沐云将风之极剑绝 修炼到了圆满层次 可苍生斩 乾坤斩 万灵斩三世 是当年在苍蓝世界 他一步步到达主宰到极限 一路所修行的十三门剑绝后 领悟而出 自我所创的三世 此三世 随着他的境界提升 剑道之路的叠加 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霸道 这是毋庸置疑的 巨剑斩下 山体动荡 那紫黑虎兽 身躯亮呛 腹部出现一道窝口 鲜血鼓鼓流出 这一剑 对其创伤不小 而这时 鲜血味道 似乎更刺激了这只虎兽 使得虎兽更加兴奋起来 沐云眉头一挑 道府天君级别的强者 他也交手过 那种强大的压迫感 跟眼前这只虎兽 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那时候 沐云只是到问五行径 六合径等级 而今到达七星径 完全不同 而且这只虎兽 虽是道府天君级别 可也只是出入层次而已 与他没有太大的威胁 乾坤斩 沐云再度出剑 苍生斩 乾坤斩 万灵斩 这三招威猛 可消耗道力 心神都很大 因此 沐云并不能施展多次 可而今 苍生斩能够对眼前这大家伙 造成不小的创伤 那乾坤斩更能 一剑扬起 浩荡天地 似乎被分成两道 一剑浅 一剑坤 乾坤分割 力量肆虐 一剑定格乾坤天地 轰轰轰 震天动地的轰鸣声 响彻开来 恐怖的力量 不断肆意碰撞 虎兽身躯 遭受剑威压迫 身体开始倒退 沐云确实没有半分大意 再度驱剑 直接冲杀而出 虽然现在战上风 但一旦这只虎兽反击 那对他则是莫大的威胁 万灵斩 又是一剑 再度杀出 恐怖的剑威 从四面八方 聚集一体 剑气呼啸间 释放出令人惊恐的杀气 轰隆隆 虎兽哪怕在这时 展现出身为猛兽的气概 可面对万灵斩这一剑 依旧是始终被压制 无法反抗 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响起 沐云体内的气息 也是不断暴涨 如此这般交战下 过了许久之后 扑通一声响起 虎兽身躯 轰然倒地 沐云站定在虎兽身躯不远处 气喘吁吁 脸色泛白 其全身上下 力量似乎都是被抽空一般 那虎兽身躯 倒在地上 气息逐渐溃散 直到最终完全死于非命 马德 终于死了 沐云就靠在虎兽虎腿旁 喘着粗气 脸色带着几分劫后余生的感觉 这可是比你道府天君级别的虎兽 将其斩杀 几乎是让沐云觉得自己大半条命都搭进去了 但之后 沐云也是无比欣喜 如此说来 自己倒问七星镜 可以和道府天君级别一较高低了 当然 沐云也感觉到 这虎兽不过是出入道府天君级别 倘若是换作其他道府天君 哪怕出入 如果天赋不俗 自己也得跪 此刻 沐云盘膝坐地 恢复气息 山下 是肯定去不了了 他能杀了这只虎兽 但那只蟒兽 他绝对不是对手 所以 只能硬住头皮上山 希望 没有荒兽了 沐云知道 不太现实 此高山足有九千丈高大 这还只是千丈高 谁知道后面 还会有什么 心中这般想着 沐云也是不禁骂道 萧九天 萧六天 这两个老不靠谱的 他这次纯粹是被坑上来了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但前方 到底还有什么 沐云并不确定 如此这般 继续攀山而行 但接下来的路 却是平平静静的 走到了三千丈高度 一路上 没有任何危险 这让沐云不由觉得 先前遇到的那只虎兽和蟒兽 好像是幻觉 只是一场厮杀下来 筋疲力尽的感觉 现在还很清晰 沐云知道 那不是幻觉 高山扬指 沐云到达六千丈高度 依旧是十分安稳 但越是安稳 沐云觉得 越是不对 于是乎 在六千丈高度 沐云停了下来 盘膝坐地 静静感悟 一缕缕道文 萦绕在身躯四周 沐云以道文为自己的眼睛和手 探查着前方的道路 约门到达五百丈高度 沐云感觉到自己的道文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挠 无法再前进分毫 但是 接下来的五百丈高度 也很安全 山道上 并无什么诡异的存在 收拢心思 沐云继续出发 六千五百丈高度 沐云停下 继续以道文为自己的眼睛和手 再度探查五百丈高度 沐云再次出发 周二复始 如此前进 最终 沐云到达山巅 当沐云双脚站在山巅 看住四方天地空空荡荡 只觉得如同做梦一般 什么情况 除了千丈高度 遇到那只虎兽和那只蟒兽之外 他再也没遇到任何阻拦 就站在了这山巅位置 这近乎于魔幻的感觉 让沐云产生一种荒谬不切实际的体验 脚踏山巅 一道身影 盘膝坐地 正在静静等待 萧九 不 萧六天 看住那道身影 沐云眼中带着几分愕然 这家伙 怎么又出现在这里了 你怎么猜到 萧六天带着几分疑惑 沐云将在山道上的遭遇 讲述一遍 带着几分不解 看向萧六天道 前辈 为何 就两只蓝鹿荒兽 听到这话 萧六天笑道 我先前忘记告诉你了 这山道本身颇有磨难 不过过了多年 被封禁此地的荒兽 几乎是死绝了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登山 听到这话 沐云嘴角跳了跳 这家伙 说出这话 是认真的吗 山上荒兽 死绝了 这话 不早说 萧六天继续说 这封禁多年 腐朽大半 以你的能力 解开应该是不难的 沐云一脸猛逼地 看住萧六天 先前 你为何不说 早这么说 他可能早就到达山巅 因为遭遇虎兽拦截 这一路登山 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结果现在 这家伙来了这句话 萧六天搔了搔头 一脸认真说 先前 我忘了 没想起来 第5425章 哭死的吴静元道书 当听到这句话 沐云很想直接一巴掌 拍死眼前这个萧六天 但想到其 只是一道意念残存 拍碎了也没任何意义 沐云还是忍了下来 萧六天继续说 说实话 荒兽死绝了 对你颇有好处 我想起来 先前这里的荒兽 最低级都是道府天君实力 后续甚至是道王 皇者级别 帝者级别 以你那两脚猫功夫 必死无疑 沐云没有开口 他已经不想搭理 这个萧六天了 萧六天却是继续说 看到那边了吗 吴静元道书 吴静元道书 沐云一眼看去 迷迷糊糊 目光呆了呆 哪呢 你眼瞎啊 那不是吗 萧六天指了指二人前方 五十丈外 几块岩石之间 一棵看起来三丈多高 树皮均裂 树干枯笋 树枝断断续续的树 沐云不知道该不该称为树 那完全就是一棵树 死后多年的枯损模样 甚至 若非萧六天点名 沐云觉得 这就是像岩石在风吹日晒下 逐渐演化成了树的模样而已 萧六天看住吴静元道书 叹了口气道 其实当年 这棵树活得可好了 而且拥有精纯的天地法则 道规 可以助你突破 吴静元道书的元道果 帮助你踏出道 问后续境界 凝聚道府具有无比神妙效果 尤其是凝聚道府 这一元道果的神妙 超过任何网品道单 沐云看住三丈高的枯树 满脸无语 你说得越好 我越难受 他 死了 沐云看住萧六天盘坐在地的身姿 不由道 死了 就别说了 死而复生不就行了 萧六天满不在乎道 你有办法 萧六天摇了摇头 你没办法 你说得信誓旦旦要做什么 你这不是逗笔吗 萧六天叹了口气道 若是洪荒时期 一定能将其复活的 话到此处 萧六天突然道 不过 你别灰心嘛 你看地上 沐云低头看去 枯木下 几块岩石上 有着一些前河的印记 走上前去 沐云轻轻粘起一些粉尘 不经道 这时 当年此树成熟 结果不少 圆道果成熟坠落 在这地上 历经千万年之久 果肉已经腐化 可是却残存一些 圆道果的本质之气 你可以吞噬了 我觉得应该能让你 晋升为道温八卦境 沐云看了看萧六天 看了看地上那些印痕 确实像是果子摔在地上 造成的痕迹 这时 没有圆道果 让它舔圆道果的粉末 好吧 虽然心中抗拒 但若是能够帮助自己提升 也未尝不可 看到沐云趴在岩石上 准备去舔 萧六天查一道 年轻人 你在干什么 不是你说的 残留的本质之气还在 我吃了吸收啊 萧六天一脸看住傻子的表情 看住沐云 不由道 吸收 不是吃 是凭紧你现今 开启七星之气 感应这圆道果本质之气 吸收残存在这片天地的力量 祝你开辟八卦之方 到达八卦境 沐云呆呆地起身 为自己刚才羞耻的姿势而啊骂了萧六天几句 萧六天 萧九天 这对父子 真是奇葩一对 估计那萧三天 萧一天 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旋即 沐云盘膝坐地 在其身躯四周 道理环绕 隐隐间化作七星光团 七星镜 是天书 天玄 天机 天拳 玉衡 开阳 遥光七星统称 此七星 与六合镜一般 亦是天时具体体现 代表的是茫茫星云 天地之变 七星更多的是统称 代表的是全部 而八卦镜之中的八卦 便是 乾 坤 震 逊 坎 离 梗 对这八卦 同样是天时具现的表达 七星和八卦 都是对天时具现的运转 但却代表根本不同 七星更像是指天地星辰 八卦更像是指山川大地 沐云弃今已明白 五道之路 不管何等境界 都是修己身 修天地 修大道 每一阶段的己身不同 天地不同 大道更是不同 当年仙人的是仙道 神人的是神道 而主宰道 以及现在的道 都是更高级的道 神地的道 沐云觉得 应该就是这新世界天地的道 神地的道 或许已经是凌驾于天道之上的 至少是和天道启平 而大道神经的道 更多的还是附属于天地之道下 大道之路 其修原意 沐云吸引七星在身躯四周环绕 而紧接住 七星四周 有着千万小星光一般 那都是沐云对道的领悟和理解 一道道小星光 融合一体 继而散开 而在这时 四周天地间 彷復出现八道方位颤动 随着颤动的程度 越来越明显 四方天地 出现八道光点 犹如乾坤八卦一般 连接在一起 直到最终 以沐云为终点汇聚 这一刻 沐云体内的气息 不断生腾 一道又一道舒畅的气息 回荡在其体内 沐云微微呼了口气 在这时清晰地感觉到 这片天地内 一股气 朝住其身体内钻颈 那骨气的钻颈 使得沐云身体 从骨骼到血肉 再到魂魄 再经历着完全不同的气度变化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 沐云先前 所感觉到的力量变化 七星到八卦 天视巨线 有着如此不同的变化 沐云眼神带着几分清澈 它体内的道 在凝食 在聚集 在升华 逐渐 身体四周 七星光芒消散 取而代之 是八方归位 镇守其一方天地 可煞时间 沐云身躯之间的八方脚位 却是再度消散 进而更改 其身躯 由内而外 诞生出一道又一道的力量 这种感觉 好像沐云本身 成了一座山 山脚下 出现一座宫雀 可 这只是开始 第一座宫雀 凝聚山体后 第二座再度出现 那八卦之气 镜数收入宫内 一 萧六天睁大眼睛 垢一道 七星镜走过八卦镜 这是要到达九宫镜了 八卦之后为九宫 到达这一步 距离道问巅峰 只差一步 九宫镜 在五者体内 开辟九大宫 这个宫 是五者对天室地形的融合 大道之士 镜数融合九宫内 还差一点 沐云心中一沉 第五千四百二十六章 你别想了 旋即 下定决心 沐云手掌虚空一握 掌心内 一道恐怖磅礴的力量 灯石释放而出 朗天图内 五灵洞 静红 静康 静俊四人 直接被碾压成碎片 诸天图世界 沐云就是主宰一切的存在 四人的精气神 被沐云直接吞噬 净化 融合到体内 煞时间 沐云背后 虚幻的九道方格出现 这便是九宫的巨线 原本沐云两千多年时间内 只是一道温六合境 跨入道温七星境 只是这段时间来 朱沙不少荒兽 他对自己的道领悟很透彻了 差的就是天地之气灌溉 而原道果残存的本质之气 弥补了这一点 助其轻易到达八卦境 而能够到达九宫境 则是沐云两千五百年内的进修 所体现的巨大好处 双拳握了握 沐云缓缓起身 西星八卦九宫 荡真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现在沐云觉得 自己单单是施展允星术 就能直接一拳轰爆武灵洞 武道之路 说到底 境界才是最核心的 逆境而伐 是很厉害 显得很不凡 可总归是很累 感觉如何 九宫 容纳天室 地室人士 确实 飞七星境和八卦境 可以比你 听到这话 萧六天笑呵呵道 这算个谋 不到道府 终是蝼蚁 沐云懒得搭理 大道神境 九大境界 到达道府 才算是登堂入室 这一点沐云自然知道 可道府想到就能到吗 他可不想自己 在每一重境界提升之中 有缺陷留下 导致自身实力晋升 受到极大限制 从踏入到问到现在 沐云觉得 这大境界的提升 真的带给他 颇多的领悟 这个道柱 道台 道海三大境界 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对了前辈 你刚才说 这吴静元道术 可以死而复生 如何才能死而复生 沐云看住枯死的古术 目光带着几分异动 你别想了 萧六天白白首道 你可知道 古往今来 天地几辆 第一树 为何物 世界之树啊 你居然知道 萧六天愣了愣 旋即道 天地几辆 世界之树 就能救活这吴静元道术 萧六天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 徐徐道 世界之树 是万亩之根 万数之本 诞生的世界之力 有着玄妙莫测之力 话到此 萧六天看住走到岩石边 开始凿碎那些岩石的沐云 一脸猛逼道 你干嘛 这树 我要了 沐云乐呵呵道 前辈不早说 世界之树 可以栽培 吴静元道术 我有啊 你有什么 世界之树啊 沐云现在真的很激动 他很想见到自己的父亲 迫不及待地呼喊 爸爸 沐清宇是真爸爸啊 碧落黄泉图 和诸神图卷结合而成 这多少万年来 此图与他结合一体 而诸天图内的世界之树 更是从小小的树苗 成了而今十万公尺之高的神术 以前 沐云没觉得世界之树 有什么奇妙 只知道 诸天图内 结合世界之树诞生的世界之力 与诸天图内各种力量 柔和而成的万元之力 极为霸道 可以盗绝施展 万元之力 无法驱动 他握着一块金子 金子花不出去 世界之树诞生的世界之力 对他修行也没益处 只是帮助他开辟诸天图世界 可眼下 诸天图内 一只三棵无象树 那三棵无象树 得世界之树诞生的世界之力 茁壮成长 而眼前 这棵枯死的无尽圆道树 也可以用世界之树 来使其死而复生 妙啊 沐云终于有种感觉 自己见到的天地 大了 所以到的东西 总算是能够利用起来 自身的一些法宝 沐云将一块块岩石轰碎 小心翼翼 将枯死的无尽圆道树 四周十丈范围内地面 直接挖出 三丈高的枯树 消失不见 紧接住 诸天图内 无尽圆道树出现 沐云将无尽圆道树 栽种在世界之树旁 一缕缕世界之力 涌入到无尽圆道树之中 紧接住 沐云便是发现 那枯前裂开的树干位置 竟是有一丝绿营的光芒闪烁 真的行 沐云激动得想大喊大叫 盘古灵 凭仙仙二人 也是目光看来 墓主 这是 无尽圆道树 沐云激动解释 可以结出圆道果 帮助开辟道府 他快到道府天军境界了 有此数 到时候开辟道府 绝对能速度加快不少 山巅 看到无尽圆道树消失 小柳天表情错愕 不可能啊 世界之树早就被打崩了 世间再也不存世界之树 沐云听到这话 孝银迎道 新世界 新的可能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沐云随即道 前辈 告诉我如何开启封镜吧 我将萧九天就出 你萧家一脉 也能重新光打 萧六天指了指前方 到 十壁前 封镜核心枢纽 你照我说的解开就行了 沐云点点头 起脚步跨出 来到山顶一边 山顶位置 三面空荡 可正前方那面 却是有一座峭壁 拔地而起 峭壁高摆杖 如同一柄剑一般 直辞天穷 萧六天开口道 这是核心枢纽封镜 真正的九级道阵 不过时间太久 损坏得七七八八 你按照我说 破解封锁不难 沐云看住峭壁 小心谨慎 鉴于萧六天 萧九天父子的神经质 沐云觉得 自己还是不能全信 据道文 开道瓶 散天式 宁帝式 萧六天一口气说了上千字 戴琪说完 看住沐云站在一边 一动不动 萧六天不禁好奇道 你干嘛呢 前辈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话说出 萧六天更愣 你不是道阵师吗 是啊 凝居道文 八万之上啊 那你不懂 不懂 二人大眼瞪小眼 唯有山巅立风 呼啸而过 沐云是真没听懂 他到达大道神境后 修行道阵意图 主要就是 以得到的道阵守闸为根本 道阵守闸内 记述着 关于一级二级 三级四级道阵 足足数千种布置 还有一些 五级道阵的记载 可 刚才萧六天说的 他一点没听懂 第五千四百二十七章 你爹有话说 过了好一会 萧六天低头看了看地面 又是看了看沐云 那个表情 彭扶在说 你他们在斗我 沐云迎着萧六天的眼神 彭扶在说 你他是怎么在斗我 二人四目相对 场面倒是显现出一丝尴尬 萧六天徐徐道 道阵意图 和大道神境 武者修行提升一样 武者是以道力为根基 道阵是以道文为根基 你既然是道阵师 那以前接触过 各个层级等级阵法 该是明白 不同天地 不同阵文 拥有不同的玄妙 沐云点点头 认真听着 萧六天于是乎继续讲述 很快 沐云也是坐在地上 与萧六天一道 一起讨论起来 实际上大都是萧六天在说 沐云在听 二人这般聊着 不知道过去多久 这让沐云 在道阵意图 又有了相当多的新认知 这些年来 沐云一步步从一级到阵师 提升到达四级到阵师 完全是凭急著道阵守闸记载 最开始遇到不明白的 自己苦思冥想 各种实验 而且还能够和云阁内的 道阵师们互相讨论 可是后来 要到达四级级别 能与他讨论的道阵师 就极少了 有些人 甚至没他明白得多 一路摸摸爬 打到达四级道阵师 这其中沐云走了不少弯路 而仅许多疑问 一股脑说出 萧六天也是认真解答 好了好了 现在破阵去吧 萧六天最终摆摆手道 你这家伙 我建议 你最好还是找一方施力 学习学习道阵 自己摸索 得到的固然印象深刻 可平白无故走那么多弯路 反倒是耽误自己修行 而且 一级到四级道阵 你可以走弯路 但是到达五级道阵级别 也就是王道阵 你成为王道阵师 在走弯路 可能会对自己修行 都造成极大的影响 听到这话 沐云点点头 而后道 前辈 在聊会 聊你个锤子 萧六天哼了哼道 老夫这只是一道残念遗存下来而已 支撑不住了 赶紧破镜 救我儿子脱身 沐云一脸意犹未尽的表情 这一番谈话 顶得上他百年苦修啊 如果是萧六天被封锁 萧九天是老子就好了 沐云起身 来到山壁前 起身区四周 上万道道纹 不断凝聚而出 数万道道纹 扑散开来 接下来 便是依照萧六天所说 一步一脚印 破解封锁 沐云能够感觉到 眼前封禁 确实强大 如同一汪海洋 而他所凝聚的道纹 就像是一潭池水 可是这一汪海洋 已经前河 因此他才能够尝试破解 倘若 这一汪海洋 是隐满状态 那他 大概率是要失败的 滚滚而出的道力 在这时轰然爆发 玉壁表面 光芒四射 萧六天开口道 好了 出去吧 看向沐云 萧六天认真的道 出去告诉我那儿子 大劫已过 新的大劫 或许已经诞生 能不能活下去 就看自己了 这次 他老子 他老子的老子 他老子的老子的老子 护不了他了 沐云躬身失礼 萧六天手掌一挥 沐云下一刻 已经是出现在高塔内 空旷的高塔 孤零零的画卷 当沐云出现 惊喜的声音突然响起 成了 嗯 这时 墙上的画卷 骤然飘起 紧接住 画卷之中 萧九天修长身姿 出现在沐云眼前 其身姿修长 长发梳理的整齐 面容俊俏 一双眼睛 有着光芒闪烁 覆手而立间 站定在沐云身前 颇有十家贵族的气质 不过 其身躯是略显虚幻的 这是魂魄体 肉身已经不在 舒服啊 萧九天忍不住 伸了伸懒腰 看向沐云 鸣嘴一笑道 这份恩情 我记下了 沐云继而道 你爸有话说 你怎么骂人呢 我是说 你父亲 有话让我带给你 旋即 沐云将萧六天 那段话说出 萧九天咧嘴一笑道 老家伙还算有良心 临死前知道护着我 你没有一些悲伤吗 为何要悲伤 萧九天却是不禁笑道 你可知道 当年那一战 死了多少人 道王如过江之计一般 被送上了战场 成片成片地死 哪怕是道心黄境 道天地境 可能一处战场 也是会死上成千上万 死了 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听到这话 沐云一时之间 竟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你父亲教我很多 关乎道阵的进阶之路 我救了你 咱们算扯平了 告辞 说着 沐云转身就走 别走别走 可就在这时 萧九天却是身躯缩进画中 画卷卷起 直接贴到沐云背上 走出塔门 感觉到背上画卷 沐云一愣 你干嘛 左右我也无处可去 现在都过去那么多年 我对外界也不了解 萧九天认真的说 我跟你一起 看看外面的世界 沐云看了看背后画卷 身上背着个男人 这像什么画 你能不能换个位置待着 萧九天听到这话 卷起的画卷 直接贴到了沐云胸口 你还是在我背后待着吧 萧九天无语道 你是真多 画卷最后还在斜背在沐云后背 画卷两端 出现两根细绳 连接在沐云胸前 一身墨衣的沐云 这样看起来 倒是更多了几分读书人的气质 更如雅了 萧九天笑着盈盈道 新世界 我萧九天 来了 沐云能够感受到萧九天的喜悦 仔细想想 也能理解 换作是她 被关了上一年时间 只怕也会迫不及待 沐云 沐云 就在这时 宫阙内 一道身影 急驰而来 正是谢叔叔 哇塞哇塞 这女人好近 萧九天声音 在沐云脑海内响起 沐兄弟 谢叔叔来到沐云身前 气喘吁吁道 出事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沐云看到谢叔叔 一脸无语的表情 你几个拼头打起来了 这话说出 谢叔叔一脸忧怨的表情 看向沐云 哇 我觉得 我恋爱了 萧九天声音再度响起 她是男人 哦 谢叔叔听见沐云的话 意识一愣 悬疾道 不是的 是 龙轩正和美儿 被苍玄天宗的人抓住了 第5428章 又一位佳人 此话一出 沐云一正 苍玄天宗 这又是什么势力 谢叔叔当即说 苍玄天宗 是苍玄界黄金级势力 黄金级势力 萧九天惊恶道 不对啊 苍玄天宗我知道啊 西年是一方钻石级势力 虽然也很若鸡 沐云冷哼道 你闭嘴 听到这话 谢叔叔却是一愣 看向沐云 惊讶道 沐兄 你 我不是说你 沐云一脸歉意 萧九天声音再响起道 你敢说我 我宰了你 我就是说你 啊 谢叔叔又是一愣 怎么 感觉沐云有些神经质了 沐云看向谢叔叔 无奈道 你等等 转过身 沐云一念传音道 你能不能闭嘴 萧九天声音 一直在自己脑海内响起 让他感觉自己分裂了似的 萧九天哼道 我虽然被封锁一年 可知道的事情很多 你让我闭嘴 你对使法师姐了解吗 那需要你说话的时候 你再说话 萧九天哼了哼道 我尽量 呼了口气 沐云转过身来 看向谢叔叔再度问道 苍玄天宗的谁 谢叔叔刚要回答 沐云再次道 边走边说 路上 谢叔叔讲述完整 沐云也是明白了 这古迹之地内 他们最初一行人进入后 又有人到来 龙轩武 龙轩梅等人 找到一处好地方 费了劲 打开之后 恰好被苍玄天宗的 一位弟子碰到 那弟子仗住身份 蛮横地要求他们 将得到的东西送给他 龙轩武那暴脾气 自然不肯相让 将那弟子暴打一顿 结果那弟子跑了 带来了自己的帮手 苍玄天宗 一位极为出名的弟子 玄英 玄英年纪轻轻 已经是道府天君境 龙轩武到达道问九宫境 可根本不是玄英对手 龙家十几人 被杀了几人 剩余几人 都被玄英一行人等抓了 这古迹一些地方 倒是很危险 玄英让龙家的人 给他探路 谢叔叔当时 没跟龙轩武几人在一起 也得亏没在一起 不然现在 也被抓了 明白大致情况 沐云不经道 你这家伙跑了 估计又得被龙轩武 奚落一顿了 此话一出 谢叔叔愣了愣 随即道 这都不重要 不重要 赶紧救救美儿 谢叔叔虽然烂情 可对自己的女人 确实是很在乎 这一点 沐云觉得 谢叔叔和他是同道中人 当然 他没有谢叔叔那么不要脸 龙轩美 男如雪 花云竹 这才三个 没见到的 可能更多 四界之地 只怕谢叔叔的拼头 得有十几个 可能还不止 萧九天也是听完一切 窃了一声道 苍玄天宗 新年也不过是一方钻石级势力 掌管一界 还只是中界 现在门人弟子 居然也敢仗势欺人了 那你们萧家呢 从萧一天 萧三天 萧六天 萧九天 这几代看起来 萧家在这十法古界 应该也不是默默无闻的 萧九天得意道 我萧家 哎 话说一半 萧九天叹了口气道 不提也罢 父亲 祖父 曾祖父都没了 就剩他一个了 还提这些做什么 说话间 谢叔叔带着沐云 走过一座座宫雀 来到后方位置 宫雀后方 是一片绵延山脉 不过在这座山脉之间 隐约可见 有着不少高塔 阁楼的顶端 在古老的山林之间 若隐若现 谢叔叔带着沐云 朝着深处而去 路过一座山脚下之时 叔叔 一道惊喜的声音 突然响起 声音响起 一道身影 从天而降 落到谢叔叔身前 一阵相风 扑鼻而来 那道身影 直接扑到了谢叔怀中 这时 沐云眉头一挑 退后几步 那道丰满身姿 体态恶挪 多一份肉就是胖 少一份肉 则是会缺少几分唯美 沐云定睛看去 好家伙 有意思 这里不是下谷域 青铜级势力九星门的那位 天才人物 花云竹吗 这下 真的有意思了 花云竹可是九星门的天才 龙宣美是龙家族长之女 天赋也极佳 这二女 都是谢叔叔的拼头 而现在 去救龙宣美的路上 碰到了花云竹 谢叔叔 完蛋了 感受着怀中分香 谢叔叔短暂地陶醉其中 玄机想到美儿还等着自己搭救 叔叔 花云竹看向谢叔叔 激动地翘脸通红 恨不得拉着谢叔叔就钻进小树林内 以解相思之苦 只是看到身旁有人 花云竹不舍得松开谢叔叔 急忙问道 你为何一直不来找我 说好了与我一道历练的 这话 他们的 龙宣美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沐云心中无言以对 但谢叔叔这时却是揉了揉自己的腰 他也想 但是一见到自己的家人们 那一个个如狼似虎 他的腰 受不了 这段时间和龙宣美在一起 那每天都被炸钱 得亏了龙宣武在 时不时会看紧龙宣美 要不然 他也够呛 青黄沙脉如此之大 我想找你 奈何一直没找到你 你骗人 花云竹瞠怒道 我给你的传讯玉石 相隔百里 便可互相传递消息 我一直给你传递讯息 你根本没有回应我 啊 谢叔愣了愣 这不是一直担心着龙宣美的安危 一时间给忘了 这位是 花云竹这才看到沐云 谢叔叔急忙道 沐云是我过命的兄弟 花云竹笑了笑 看向沐云欠了欠身道 既然是叔叔的兄弟 那便是我的好朋友 在下花云竹 出自下谷与九星门 沐云拱了拱手 心中却是负求 你现在说我是你的好朋友 若是知道 你沉醉迷恋的叔叔 拼到好几个 你怕就觉得我和他一般 是登途浪子了 叔叔 你这去哪里 花云竹当即问道 刚好遇到我 咱们一起在这古迹内看看 我如今已经到达到问十方境了 此地颇多玄妙 我发现一处好地方 我就是在那里提升的 听到这话 谢叔叔急忙握住家人修长食指 申请道 竹儿 我要去救人 第五千四百二十九章四成把握 救人 救谁 花云竹够一道 你大姐 你小妹 都比你厉害 他们遇到危险了 那也轮不到你救啊 谢叔叔听到这话 脸色胀红 他父亲谢空时 乃是谢家族长 真正的盗王强者 父亲共有三个孩子 大子谢叔姨 他谢叔叔 以及小妹谢叔湘 笨 就是那个 忍不住爬到他床上 被父亲好一顿教诲的小妹 三人之中 大子和小妹的实力 都比他更厉害 似乎觉得自己的话刺伤到了谢叔叔 花云竹急忙到 叔叔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 谢叔叔深情地握住 花云竹的御手 我如今已是 盗问石方静 你要救谁 我与你一起去 花云竹欣然乐意 可谢叔叔听到这话 却是脸色难看 一起 一起那不就是撞到龙轩美了 到时候 自己鱼池内的两条鲨鱼碰到 还不得互相撕咬一顿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但眼下 碰到了花云竹 怎么支走花云竹 谢叔叔一脸求助的表情 看向沐云 沐云直接传音道 这还不简单 直接告诉他 你和龙轩美的关系 当然不行 谢叔叔立即拒绝 告诉花云竹 那绝对玩独子 沐云也是没办法 随即道 时间不多了 去晚了 可能龙轩武和龙轩美 会被玄英杀了 谢叔叔脸色难看 龙轩武死了倒是没什么 可龙轩美若是死了 谁 玄英 苍玄天宗的玄英 花云竹脸色一变 当即道 叔叔 你如今只是到问七星镜 如何会是玄英的对手 而且 你谢家和龙家 都在北龙域内 南北对立 龙轩武和龙轩美若是死了 将来龙家嫡系 必定不如你谢家 你们谢家趁此机会 可以反击龙家 成为北龙域唯一青铜级势力 这岂不是好事 你为何还要冒着生命危险 去救他们兄妹 谢叔表情一愣 这 作何回答 沐云随即道 叔叔兄 你告诉我他们在哪里 我先去吧 沐云公子 花云竹却是急忙道 那玄英 在苍玄天宗内 算不得顶尖天才人物 可是有一定天赋 年纪轻轻 到达道府天君 便可看出一二 你 未到道府天君 去了只怕也是 送死 沐云拱了拱手道 花姑娘所言 我也知道 只是我和龙轩舞 龙轩美是极好的朋友 听到这话 花云竹心中 为了朋友 敢以道问神静 去抗衡道府天君 这个沐云 人品不错 谢叔叔能够认识这样的人 真是好运 既然叔叔要去 我与你们一起吧 以我十方静修为 虽无法战胜那玄英 可是抵挡一二 还是可以的 花云竹认真的说 你们二人去 定然只能送命 我与你们一起 倒是可以筹划一二 机会能增加不少 听到这话 沐云倒是高看着 花云竹一眼 不得不说 谢叔叔拼头不少 但迄今为止 接触到的龙轩美 花云竹 对谢叔叔那都是真爱 当然 不难看出 谢叔叔对这两女 也是真爱 只是这真爱 两女互相知道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事已至此 谢叔叔也没办法 虽然花云竹和龙轩美 互相知道 可能会把她宰了 可现在当务之急 是救下龙轩美 家人香消玉允的话 那她当时会后悔一辈子的 当即 谢叔叔继续带路 沐云和花云竹二人 紧跟在后 萧九天在沐云耳边 喋喋不休道 世道变了吗 新世界和洪荒时期 不一样吗 难道现在的美女 都喜欢她这样的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小沐云 你可知道 以前我有多受欢迎 这十法世界内的 各大钻石级势力 超级势力 以及至高顶尖势力内 求着嫁给我的千金小姐 以及各大圣地圣女啊 什么宗门的天之娇女 掌门之女 宗主之女 不计其数 一路上 萧九天在沐云耳边 鸡里呱啦 嘴巴根本没听 这家伙被封锁了上一年 是真的疯了似的 完全成了画廊 青黄山脉 身为四界举办试炼之地 偌大的青黄山脉之地 在这多少年来 埋藏了太多太多的秘密 关乎于到天地境 到心黄境 到王级的传说 不计其数 而在这里 得到莫大机缘的舞者 也是层出不穷 沐云等人 并不知道 他们进入的古迹 是何方人物所留 而这一方古迹之地 地广雾博 与青黄山脉一样 拥有古老的殿雨之外 也存在着茂密山林 一片连绵山脉之中 一座形似山羊犄角的 高山山脚下 聚集着一群人 这群人之中 有着道道身影 站在四周百公尺范围 谨慎防备 而在山脚正前方位置 几座岩石堆积在一起 仔细看去 这些岩石 每一座都有三丈高 看似散乱地随意放着 可认真观察下 可以发现 这些岩石堆砌成一个关字 岩石前 站着十几人 这十几人 穿住服饰 各不相同 有男有女 只是 十几人服饰腰间位置 都有一道三角枫叶式的标志 十几人看住身前地面堆积的岩石 商讨起来 玄音哥 这是一座封禁镇 至少是王道镇 恐怕得废些手段才能破解了 听到这话 众星拱岳班居中的青年 眉头一挑 青年一袭黑色长衫 长发竖起 看起来很干练 其眼角一颗肋质 颇为显眼 黑山青年开口道 胡云 胡越 你二人有几分把握能破开 其身前一位身材壮硕的青年 想了想到 似乘把握 似乘 听到这话 玄音眉头皱得更紧了 只是似乘把握的话 如果破不开封禁大阵 可能胡云和胡越 也会有性命之危 这可是玄音不想看到的 胡云胡越两人 皆是道问九宫 近四级顶尖道阵失了 一直是他的心腹 让那几个东西 给你们探探路 能否成功率高一点 玄音手掌一只挤人左侧 被捆绑着 坐在地上的几道身影 开口道 第五千四百三十章 跑到哪里 那几人身上服饰稍显破烂 一共七人 其中居中二人 正是龙轩武和龙轩美 只是现在的龙轩武 纵然两米多高的魁武身姿 看起来也是有一些疲惫圈态 他先前倒是硬起 可被暴打几顿后 也就硬起不起来了 就算他是谢家族长之子 谢家也是青铜级实力 但身为黄金级势力 苍玄天宗的天才 玄音也根本不介意杀了他们 这次试炼 本来就是各大黄金级势力 为了给他们的天才磨练机会 才举办的 龙轩武听着几人商议 脸色越来越阴沉 轩美 二哥 龙轩武低声道 待会让我们送死 我趁机拖住他们 你跑 二哥 龙轩美翘脸一愣 这时候 可别想不明白 我就算死 能让你逃走 也值了 总比都死在这里好 听到这话 龙轩美眼中泪滴 就要留下来 二哥一直待他极好 整个龙家 父亲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他一直是最得宠的 不要感情用事 知道吗 龙轩武再度认真的道 切记二哥说的 一定要活下去 话到此处 龙轩武脸色暗淡道 如果活下去了 离那个谢叔叔远一点 原来我还想撮合你和沐云兄弟 现在看来 没机会了 他人倒是不错的 谢叔叔 提及谢叔叔 龙轩美当即道 谢郎肯定会救我们的 这话说出 龙轩武大眼睛死死地 瞪住龙轩美 这都什么时候了 妹妹还在惦记着 那张谢叔叔 那小子跟他们距离 本来不远 可从他们遇到 玄影一行人 到交战 再到落败 然后被俘 谢叔叔至始至终 并未出现 那小王八蛋 绝对跑了 但到现在 妹妹居然还想着 谢叔叔会回来救他们 拿什么就 站到玄影面前 魅惑玄影啊 你你你 起来 就在这时 苍玄天宗一位弟子走来 指着龙家三人 快点的 那三人被裹挟着起身 一脸愤恨 可却无计可施 去探路 几位苍玄天宗弟子 持着风锐神兵 虎视眈眈 盯着三人 看到这一幕 龙轩武恼怒无比 可 毫无办法 三位龙家子弟 被逼走出 可是 当三人刚踏入到几块岩石 堆积而成的关字阵法内 那岩石内部 空间扭曲 当即将三人切割成碎肉 惨叫声响起之际 三道身躯 已经成了尸体 龙轩武看到这一幕 目自欲裂 而那胡云胡越 两位道阵师 只是摇了摇头 玄音簇眉道 看不出什么 死得太快了 胡云摇头道 玄音随即道 既然如此 再来 于是乎 另外几人 再次被拉起来 朝住关子 进阵内而去 不出意外 还是同样的结果 把那两人拉来 玄音开 口道 留着也没什么价值 纵然是 北龙玉龙家的 公子小姐玄音 也根本不在乎 死就死了 龙家 还敢找她报仇不成 身为苍玄界 苍玄天宗 这一方黄金级势力的天才 玄音可不会惧怕 一方青铜级势力 青铜级势力顶尖层次 不过道王而已 他玄音如今也是一位 货真价实的道府天君了 早晚能成道王 这时 最后的龙宣武和龙宣美 被拉起来 两人被驾到 关自进阵前 左右两侧 各有两名 苍玄天宗弟子 后面还有两人 虎视眈眈 盯着兄妹两人 等等 看到后方两人逼近 龙宣武开口道 你让我们做探路时 是不是应该 先将我们身上封镜解开 否则 我们这普通人实力 如何探路 听到这话 玄音簇没说 他们封镜还在 这话说出 龙宣武心中怒火生疼 这个玄音 简直是个王八蛋 根本就没将他们 龙家几人的性命 当一回事 有用就用 没用死的拉倒 视若草芥 另一位骚头道 玄音哥 我把这查忘了 玄音无语道 陆晴 我看你是想挨揍了 名为陆晴的青年 黑黑笑道 我再抓些人来 先让这兄妹二人 去试试吧 玄音随即道 给他们两人 解开身上的镣铐 体内的封镜 听到这话 站在龙宣武和龙宣美身后的二人 立刻上前来 解开镣铐 撕下兄妹二人后背上的一道俯路 龙宣武耸了耸肩膀 握了握拳头 感觉到倒立在自己体内流转 脚步跨出前 其目光看了看身侧的妹妹 跑 一声喝出 龙宣武突然朝住左侧二人 直接轰出双拳 杀气腾腾 攻击而去 龙宣美紧跟着龙宣武 朝着左侧飞驰而去 突兀之下 那两位倒问九公敬武者 直接被震推数十丈 龙宣武直接拉起龙宣美 立刻化为两道残影 奔腾而出 看到这一幕 玄音眉头皱了皱 陆晴急忙道 玄音哥 我把他们抓回来 玄音摇了摇头道 罢了 杀了就是 这两人 也未必能作为探路时 探查出什么 留着也没多大意义 陆晴点点头 带着身边四人 立刻冲出 龙宣武这时抓住妹妹手腕 一路急迟 可身上风镜解开 但是先前受伤不轻 刚才又突起爆发 牵动伤势 二人速度显然不快 被追上 那是肯定的 三妹 你跑 龙宣武一把将龙宣美推出 认真道 别管我 跑 哥哥 走啊 龙宣武喝道 龙宣美不作迟疑 满脸泪水 狂奔而走 他若停顿 那二哥也会白死了 跑 跑到哪里 一道吃笑声响起 那路晴带着四人 直接出现在龙宣美身前 龙宣武看到这一幕 脸色一变 这几个家伙 速度太快了 都是九宫镜 十方镜级别 而且都是苍玄天宗内不简单的弟子 一对一正常交手 他都未必是对手 更别提二人都受了伤 跑什么 陆秦一脸无奈道 不跑 去市镇 也是死 跑了 被我们追上 还是死 跑这一段路 浪费你我力气 又没什么意义 何必呢 第五千四百三十一章 两女争锋 听到这话 龙宣武将妹妹龙宣 美护在身后 看向领头的陆秦 直接道 我愿意给你们做市镇者 放了我妹妹 陆秦却彷复听到搞笑的事情 不禁笑了起来 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 陆秦笑一音道 你们不跑 安心是镇 死了 也就死了 现在想逃走 惹恼了玄英大哥 他已经不想让你们是镇了 所以 你们得死在这里了 听到这话 龙宣武脸色一沉 不管如何 这群家伙 就是完全没想过 要放了他们兄妹 既然如此 那就站 龙宣武体内 气息滚滚而动 一个九宫镜 你还想跟我站 陆秦 吃笑一声 手中赫然出现一柄锐气寒光泼刀 刀锋凛然 一刀斩出 刀问十方镜的恐怖威能 席卷而出 这一刀 足以要了龙宣武的命 二哥 龙宣美看到这一幕 翘脸一变 二话不说 身影直冲而出 就算是死 也要跟二哥一起 龙宣武知道自己抵挡不住这一刀 可依旧是朝着刀锋银上 跟他一起的龙家子弟都死了 现在 前方只有死路一条 既然如此 宁愿站着死 也不跪住活 来吧 龙宣武气势汹汹 轰然撞击而出 坑 天地之间 恐怖坑枪之声 突然响起 紧接住 轰隆隆 低沉爆裂 将大地炸开 倒到身影 在这时倒退 陆琴带住身边四人 退后摆仗 看向前方 眉头一挑 而此刻 龙宣武 龙宣美二人 也是被剧烈的震动力逼退 龙宣武身躯砸断数十棵古树 狼被翻滚落地 满身泥垢 继而一口鲜血喷出 而另一边 龙宣美却是被一道身影 稳稳接住 徐徐落地 美儿 柔和且充满担忧的声音响起 谢郎 龙宣美看到 近在咫尺的脸庞 正是自己心中 念念不忘的秦王 当即一颗向死之心 充满了活下去的希望 没事吧 嗯 而在这时 不远处 翻滚在地的龙宣武 如同倒栽葱一般 脑袋筑地 整个人倒靠在一棵古树上 沐云此刻出现 将其搀扶起来 没事吧 龙宣武时 摔得七昏八速 整个人脑袋晕乎乎的 看到沐云 不禁惊恶道 沐云兄弟 你 你怎么来了 沐云开口道 谢叔叔找到了我 告知了你们的情况 我和他就一道来了 龙宣武看到另一边 妹妹在谢叔叔怀中 那身子骨都要软化了似的 想哼一声 却是憋住了 毕竟 这谢叔叔 还是有良心的 带着沐云回来救他们 嗯 不对啊 沐云 谢叔叔 都在这里 那是谁出手 拦下了陆琴 这般想着之际 龙宣武急忙看向前方 只见那里 一位身柱略显丰满 体态优雅动人 面容轻力可人的女子 翩翩而来 是你 花云竹 龙宣武目瞪口呆 花云竹来自下谷与九星门 与他们北龙玉龙家 并无什么瓜葛 他怎么会来救他们兄妹 而且 还是和沐云 谢叔叔一起来的 这太诡异了 但这时 花云竹根本没搭理龙宣武 一双美眸 带着错愕 震惊 不解 失望 惊讶 看向谢叔叔和龙宣美 而看到这一幕的沐云 也是嘴角微扬 随后倒退几步 好戏 开始了 叔叔 花云竹手持异箭 看向谢叔叔 惊讶道 你 你干嘛抱住他 谢叔叔当即翘脸一红 急忙到 竹儿 他受伤了 站不稳 竹儿 龙宣美确实一愣 退后几步 看着谢叔叔 不可思议道 你只有喊我美儿 他 你怎喊他竹儿 啊 美儿 我这是脱口而出 美儿 花云竹此刻一脸惊恶道 你居然喊他 美儿 这下 这下 谢叔叔完全头大了 他就知道 会是这样 但龙宣美 有性命危险 又刚好碰到了花云竹 他必须赶紧赶来 现在好了 人事救下了 自己这鱼室里的两条鲨鱼 要咬起来了 他到底是谁 他到底是谁 龙宣美和花云竹 几乎一口同声道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两女看住彼此 又是互相质问 看到这一幕 就是沐云 也觉得头大如妞 当然 沐云头大如妞 不只是这两女 在这里争的面红耳赤 还有耳边 那个消神经的声音 哎哟哎哟 撕逼起来了 有意思有意思 这个娘炮 两个女人碰头了 娃咔咔 这么好的戏份 免费观看 太好了 萧九天 简直是比花云竹 龙宣美更激动 恨不得看到 这两个女人 直接打起来 沐云脑子里 响起花云竹 和龙宣美的吵闹声 响起萧九天 吃瓜群众的拱火声 响起龙宣武的喝骂声 你们 吵够了吗 一道阴沉的声音 在这时响起 那陆琴带着四人 已经赶来 多出的两男一女 陆琴眼中 有着一抹狠辣光芒 连苍玄天宗的闲事 都敢管 这三个家伙 想死了 滚 滚 几乎同时 争论的面红耳赤的 龙宣美和花云竹二人 同时看向陆琴 猛然喝倒 这一喝 使得陆琴整个人 脸色战红 夏谷玉 九星门 花云竹 北龙玉 谢家 谢叔叔 还有 陆琴看住沐云 倒是没认出来 此人是谁 这时 花云竹看向谢叔叔 和问道 叔叔 你到底是爱我 还是爱他 如果爱我 现在跟我走 否则 我走 龙玄美听到这话 立刻气愤道 谢郎 你若是跟他走了 这辈子就别想见到我了 两女根本没在乎陆琴 只是看向谢叔叔 谢叔叔满脸不知道 该怎么办的表情 竹儿 谢叔看向花云竹 急忙宽慰道 我们之间的事 待会再说 现在 苍玄天宗的人还在 我不 花云竹亨道 你以前说过 只爱我一个人 你俯过我的肩膀 深情地对我说的那些话 都是骗我的 当然不是 那你跟我走 花云竹亨道 我只要你 他们的死活 与我合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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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